唐鳳桃委員來到這邊來為我們分享一下 目前經驗趨勢社會趨勢創新的一個部分 那螢幕上面 大家安安 螢幕上面這個地方的QR Code 就是你們等一下可以發問的一個網址 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想要問唐委員的話 可以透過這個網址來看好嗎 那我們等一下稍後一分鐘過後呢 他就會來這邊跟我們分享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用熱烈的掌聲歡迎唐鳳桃委員 OK 剛剛是你們過來是不是 喔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沒有說明這個系統 大家都已經在留一個網址 現在大家都非常這個technology style 但是我還是介紹一下好了 就是說明天掃做QR Code 那或者如果看好這張電腦沒有掃QR Code的話 也可以進入slider.com 然後輸入00806幾個朋友輸入 那不管是掃QR Code也好 或者是slider.com也好 大家都會到一個匿名留言的一個地方 那所謂匿名的意思不是一定要匿名啦 這張視訊 那這個給大家很熟悉的 所以 就是不用大家聽到管 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隨著大家問問題 我講的內容就會一直轉變 因為最高分的問題 那如果隨時大家想要舉手的話 那舉手的優先順序 原來都是包括slider上面的 然後到兩個小時結束的時候 如果還沒有辦法完全回答到上面的問題 就很抱歉 那問題我都會看 那如果兩個小時還沒有到 那上面問題都已經回答完 也沒有人要舉手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了 但是大家都很想要回去上班 不過從來沒有提早結束過 我也不覺得這次不提早結束 那所以 就規則就這樣子 然後 好不像說 有一位照明示範人說 安好 那我們就說安就好了 然後 有位朋友說 好期待 那個好期待的 好 不錯捏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大家想 在想的時候 那我就先跟大家 這個稍微介紹一下我的辦公室 我的辦公室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在空總 人海路三段 九十九號 以前是 空軍總部 一片廢墟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 邀請了上百個社會創新的團體 然後一起來構築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 像這個獨秋場 就是寫安二基金會 的朋友們 畫出來的 就是 Turns out我們看世界 可能是用文字 或者是用數字的方法來看抽象層 但是 有同事證據寫上一個朋友們 他們看世界是用一種 結合的角度 可能有點拓譜學的角度 所以他們只要畫出來 他們看的世界 感覺上就會非常的 讓人創意 所以一看這個空間 大家都會有一個 好像一切都是很可能的這個感覺 那我想這個就是創新的第一步 就是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原來還有看世界的不同的方法 那在這個空間裡面 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 我都在這邊 那任何人都可以 直接來找我聊天 那事實上 我們有一個線上預訂的系統 我才已經排到兩個月之後了 但是這個 即使排隊沒有排到上午 也可以直接來 我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來找我的人 跟我的對話 必須要全程公開上網 所謂激進式的透明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就不 通常啊 如果沒有公開上網的話 來找我的人 都是談一些紙對話 有好處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一切都要公開上網 所以 他不得不包裝成 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創新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如果他只想對他有好處的事情 其實根本不給我 人去看這個組織 可是因為他 不得不包裝成 一些人去發展目標 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看到 能夠不同的實力點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個是之前 有MIT Media Lab的朋友來找我 然後 他就帶了他的這些 我不知道叫什麼 同伴動物 然後 然後 他是三輪車 但是是自駕的三輪車 所以理論上 你坐上去 知道告訴他要去哪裡 他就可以把你開過去這樣 那 但這個雖然是這個 MOSTON那邊做的 但是他們在台灣 其實要融入台灣的社會 其實跟在波士頓的社會 是很不一樣的 MIT可能大家有聽過 他們很有名的就是 辦了一個 如果這台車 只能讓一個人 必須撞到另外一個人 的話 你要撞誰 的那個線上的有獎針打 那 然後就發現說在台灣 然後在日本 就是這個 所謂儒家文化圈 那我們這個 都是最尊敬這個長輩 就是如果是老人的話 要優先的讓 老人絕對不可以 這個受傷害 然後接下來是可能 身心障礙者 然後接下來是可能 懷孕的婦女 然後最後才是小孩 那所以就剛好按照老弱夫 這個順序 可能因為大家 就是從小都聽老弱夫 四個字聽不慣 那但是在波士頓那邊 是剛好相反 就是說 怎麼樣都不可以撞到小孩 那老人就隨便吧 就是說 如果一個自駕駛 它的倫理 沒有辦法融入 當地社會文化 感覺上就會很像 玩水公社 那所以他們在跟我談的時候 因為一切都要公開 所以就用了一個 很有趣的方法 就是說 這個硬體本身就是 Open hardware 你可以隨便改 那open source 就是表示它的想法 你可以隨便改 那搜集到資材 就是open data 所以你可以事後去看 為什麼它做這樣子的判斷 所以它就不預設說 要來做什麼 而是把整個空洞 當作一個實驗場 然後要旁邊的這個 因為我們常常會有 理長在辦什麼 理理大會啊 或者是旁邊有 北科大之類的 就是random passers file 就是隨便人 他經過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 自駕的三輪車 然後就這個 隨機突行訪問說 你覺得這個 可以怎麼樣增進你的生活 然後大家就想說 很多這個 莫名其妙的想法 他們想說 在旁邊就是經過花市 然後就有一位長輩說 因為他每次去花市買東西都很重 他買到一半 就已經購不動了 其實哪個退車也就是很不方便 但他覺得這個其實是購物車 這個scenario就是說 他從經過花市開始 入口的地方 就停一個這樣的車 然後他一步一驅的 跟著他走 他買檔花 買什麼東西 就往上面放 那快滿了 他就趕快再召喚一台 這個走在後面 那就可以這個很優雅的逛到 可能建國運時 之類 然後都逛完的時候 他只要坐上一台 然後他就載他回家 那這樣子的一個scenario 其實跟他在Boston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叫做 Norm Building 就是說 我們碰到一個新的 展新的科技的時候 先不去問說 這個社會會因為他有怎麼樣的改變 先去問說 他可以做怎麼樣的改變 來配合這個社會 讓他變成是 我們在一場之中 習以為常 覺得說我們跟他相處很奇怪 就是互相詢話的一個過程 這個就叫Norm Design 那Norm Design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想說 那這個東西怎麼樣進入市場 怎麼樣把它找一個商業模式 怎麼樣去設計一些incentives 然後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再回去去調整 這個參數啊 再去改這個城市等等 那最後等 這些都已經實驗出來 沒有問題了 我們再把它制定成這個法律 那這樣子的一個 做法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們作為立法者 或者是作為行政官員 我們不需要去空想一些 我們沒有第一手經驗的事情 然後去制定法律來管它 因為這樣一定錯 那而是說 先讓社會形成一定程度上的 然後再讓market去說 那哪些東西 是被市場所接受的 最後再寫成code 這個code是已經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這個狀態 然後最後 我們再很自然的把code 變成law 那所以因為用這樣子的方式開發 所以一共辦了三場的一個送 那到最後就被改成這個樣子 因為大家覺得說 只有一個眼睛還會亮紅燈 這個會讓人親近 所以就改成兩個眼睛 然後不但會眨眼還會看向人 然後還會這個做表情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實際就是起上去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具體而為的例子 可是它展示了說 如果我們用norfist的這個方法 然後透過像黑客風這樣的方式的話 你就不會看起來好像是 每一個新的這個直播底下 我們蔡英文總統啊 他在舊式演說的時候說 以前大家想到民主的時候 想到都是兩個價值中間的對決 但是他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想民主的時候 要營造所有的空間 讓不同價值可以對話 那因為你如果一下子 就跳到立法的這個層級的話 那很多人就會開始 可能左邊是經濟的發展 右邊是環境永續 或者左邊是這個創新的自由度 右邊是社會的正義啊什麼之類 大家隨便就可以想到很多嘛 那但是這些省級可能是部長啊之類的 那中間就是很可憐的 匿名的但是要承受一切壓力的公務員 那而且他這個壓力別人還不知道 那但是我們用這樣子的方法 希望已經有一點困難 因為我們不可能有一個新興的東西出來 就設立一個新的局處 新的什麼立法院的委員會去處理它 所以我們現在無寧始終回到社創中先生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先有一個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任何人來 他唯一的要求是他在做的事情要讓別人知道 然後接下來我們只問說 那大家立場都不一樣 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然後如果大家確認有些共同的價值 比如說剛剛自駕車的例子 那我們就把這些自動價值翻譯成 我們現在叫做 mechanism design 或incentive design 就是讓大家都有意願 去對大家都有好處 是繼續進行討論 然後繼續把 你對這個新的科系的想像 能夠分享出來 這樣不管是市場 或者社會 或環境等等 都可以有一些比較 就是能夠對話的一個基礎 就不會好像一直 互相拉扯 而是可以像我們 永續發展的目標 17.17講的 就是有效果 就是對大家都好 或至少對大家都不壞的 這樣子一種夥伴關係 這個應該不到十分鐘 所以其實我只是在穿著 好 所以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這個真正的問題 可以讓我回答 不錯嘛 好 所以這個不會聽到結束 看起來 有兩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歐洲已經在去年推行GDPR 那台灣未來對於資訊保護 會有怎麼樣子的規劃 歐盟推行GDPR 是對台灣一件非常好的一個刺激 因為在此之前 大家可能知道說 台灣的個資法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是超歐盟 參考歐盟在GDPR 對 很慎重的參考了歐盟 在GDPR以前的那個版本 所以我們希望是歐盟體系的個資法 那但是呢 我們在個資法適用的時候 當時沒有辦法協調出一個主管機關 因為我們並沒有人權獨立機關 現在雖然據說監察員 可能要變成人權獨立機關 可是當年就是個資法通過的時候 監察員還不具有這個功能 事實上那時候大家在討論是 還要不要有監察員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獨立人權機關來做 類似歐洲的所謂DPA 就是資料保護的權威的這樣一個角色 那所以我們當時就在取了一個 所謂分別主管的方式 簡單來講就是 大概有十個左右的不同的主管機關 每個主管機關對於它所狹下的 可能地方政府 或者是對它狹下的 就是它是營業這個登記主管機關的這些行業 它負責去制定 關於那個行業的個子的使用的準則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好處是說 它不會像某些國家所有東西都集中到 所有的個子都集中到同樣的一個機關去保存 然後如果被這個入侵的話 那就會 就是可能所有東西都都一起 對 我們又在講一個國家 但我們沒有沒有看這種事情 對 當然除了考試院 不過那個我們不知道 但我的意思是說 當年我們在設置的時候 考試院不在這個體系之下 那至少行政院及行政院所主管的一些部分 我們都必須要去讓每個不同的部分 擔負這樣子的責任 好我們這樣子繞了一陣子 然後也覺得很不錯 但是慢慢就出現一個困難 就是說會有一些新的創新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它是屬於哪個部位 那好比像說像Uber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初經濟部覺得是經濟部的 然後但是交通部覺得是交通部的 然後財政部有一些意見 那所以或者像電競 電競也是很好的例子 不過電競的例子是相反 就是教育部覺得沒有教育意義 應該是文化部的 文化部說它不是傳統文化 所以應該是經濟部的 經濟部說我們負責做硬體 這個就是電競學校跟我們沒有關係 應該是教育部的 所以有的時候有互相推的情況 有互相採線的情況 那在這兩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其實它的主管機關就會一直游移不定 那這個時候每一個主管機關 對於各自的採量又不一樣 到底什麼樣叫做利民化 到底什麼樣叫做無從再次識別 到底使用者怎麼樣才能夠行使它的 各自把一些基本權力請求刪除 請求副本 請求更新等等 這些都連人人輸 那所以在歐盟退行GDPR之後 我們才真的第一次有 就是所有行政體系的 共同各自法的解釋的主管機關 包含技術上的 那就是國發會的法學中心 那國發會的法學中心 現在專門成立一個GDPR辦公室 那它就是率領著各自的部會 去跟歐盟去談所謂GDPR試圖性認定 試圖性認定的意思就是說 在台灣的公司不需要一個一個去跟歐盟 申請說我們有 就是接到保護各自的責任 而是歐盟可以認定說 台灣就是一個能夠接到保護各自責任的 這樣一個就是 一方寫線國家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跟歐盟其實已經談到快談完了 那現在都在技術性認定的部分 至少框架性都已經談得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 這是對台灣的一個很好的刺激 就是把我們的各自法升級到GDPR 的這個程度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 未來對於資訊保護上 當然自動安全法通過程度是非常幫助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Critical Infrastructure 每一個不同的機關都不但有人 都有專職的人力 所以不會再出現一些那種狀狀 那也會有足夠的減 所有新興的計畫 不算資訊預算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就必須要專門投入自貸預算 那這個形式非常大的一個預算 所以我們就是確保說 我們跟白茂海可想去抗爛那些朋友 一直都會維持住非常好的關係 那我們自己不管嫁任何東西 像我一進行政院就 政委自貸廠商 架了一個container的系統 讓大家能夠在上面 自己開發的 這叫Sanstorm 那我就是請Deafgore 和我們技術中心都打了半年 打了半年 他們發了三個詞比 然後說這個是非常的安全 那就盡量使用吧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有的公務員都可以使用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確保說 這些白茂海可 不但有足夠的這種案子可以接 做Pentesting 這個案子 都是接不完 就是他們可以挑 而且也有相當好的收入 然後有事沒事就會跟總統或者政委見見面 然後反正就是確保一個大家都一個很棒的一個情況 這樣才不會投入所謂的這個原理的黑暗面 因為黑暗面總是比較有誘惑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確保說白茂海可的條件是能夠長得起來 那這個無形之中也是對於我們的個人資料的一個保護的技術的層面 能夠去有效的感知 那有幾位朋友們問說 有人說台灣最不缺的就是假新聞 請問政府有沒有計劃來防止假新聞 大家都可以說假新聞三個字 但是我們行政院是已經都只用假訊息或者假消息這三個字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假新聞三個字是沒有操作性定義的 各位在講假新聞的時候 他想的可能是某些算是新聞媒體的 但是做出來的內容跟事實有違 可是有一些朋友想到假新聞時候講的是說 一些內容農場它明明不是新聞 但是它假裝是新聞 那各位可以想想這兩個操作性定義其實是不同的 那時候我去跟這個 柯文哲市長聊到這個的時候 他說這兩個都不是假新聞 他覺得新聞工作者辛辛苦苦寫了一篇新聞 然後編輯給他下了一個標題殺人 跟文藝完全不符的標題 這個才是假新聞 因為編輯沒有簽名 那後來我想想也是非常有道理 而且這個也常常發生 但是這樣子就有三個毫不成立的操作性定義 我們就沒有辦法來談論任何事情了 因為在講一個的時候都會抵銷到另外兩個 然後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很不信任就是說 比如big news這個字 跟journalism這個字 就是新聞工作這個字 在台灣都翻成新聞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區分 當我講假新聞的時候 我在攻擊的是news 還是攻擊的是journalist 那這樣子也是很不信 因為要防止假訊息 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很好的新聞工作者 但是如果新聞工作者覺得說 政府在跟我們作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用玩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都是講假訊息 或者是作為在假消息 那至於政府在做什麼呢 政府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去確保說 我們在看到假消息的時候 都會在一個小時之內去做出梗圖啊 就是各位可能都知道 然後最近各部會的小編都是 不知道喝了什麼 然後 對 就是 你如果問他們 他們都說是吸貓 那但是 就是 很蠢的貓 大概是 那 例如像海委會的小編 就非常的厲害 海委會本來 完全沒有人知道 我們有一個海委會 然後瞬間 PO一個什麼 我可能不會救你 然後一下子就 就是十萬個發動 這個沒有比他們成功了 那總之呢 就是各個小編 然後教育部最近一直都在畫 那個見面女郎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 這個是很放的 就是說我們在確保說 當謠言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事實的訊息 能夠比謠言傳播的快 然後也比謠言碰到更多的人 那這個當然還是反應性的 就是我感覺到有謠言的時候 當然有些就是數據分析啊 看到有謠言的時候 在一小時之內 推出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叫做222原則 就是它的標題 必須二十個字以下 七天內 難發燙法 會罰一百萬家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的內吻 必須要兩百個字之內 就算我現在沒頭髮 也不會這樣懲罰有頭髮的人 不正常 此為針對藥劑搶傷的標示規定 不是針對美容業者 後年七月才實施 不過如果你一週內燃燙好幾次的話 那很傷你的頭髮 雖然沒有髮劑 嚴重的時候就會跟我們院長現在一樣 那所以這個梗圖其實還蠻有梗的說真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謠言出現的一小時之內 我們就推出來之後 這個觸及到的人 以及觸及到的人的organic 就是有機的轉發的這個機率 比謠言高很多 意思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先看到這個 再看到謠言 那大家看到這個時候 就好像打得於房間一樣 所以在碰到流感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這個不小心咳嗽 又把它傳出去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這個 再看到謠言 那個謠言是絕對不會分享出去的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波做的事情 那這個所謂公開快速結構法 就是這個所謂的60分鐘之內回應 它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每個一部會都要組織 大概有五六種不同專業的朋友 才能夠這麼快的分享出去 但是也感謝大家按讚跟鼓勵 現在就是各個小朋友都還蠻厲害的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處理所謂的小訊息呢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是整個周邊 按照Cificus Monitor 唯一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用把人民的言論權力侵害 然後集中權力到政府裡面的方法 來處理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周邊都或多或少 就是那個就是 就是文獻群子就是獻子 就是獻子 這個重在一群 那其他 我說人選賞 那其他的部分也或多或少 有稍微後退一點 好比上說新加坡 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他們最近跟我們幾乎同時 推出這個英英假訊息的方式的方案 那他們的方案非常簡單 就是任何的minister 就是像包含我啦 就是部長級的官員 任何時候看到任何一家媒體的 任何一則訊息他不喜歡 他不需要出具理由 就可以要求那家媒體 在下一次或者是即時 如果他是網路媒體的話 去登一個更正騎士 那然後來說 我昨天不是做的 應該這樣子寫才對 然後這叫General Correctional Order 然後呢這個GCO更厲害的是說 他可以強迫跟那家股媒體 無關的其他同業媒體 而且當初也沒有報這個 他不喜歡的訊息 同時跟那家媒體一起看更正騎士 所以這個你可以想像說 他是讓新聞自由 過多過少受到威脅 他是有一個寒蟬效應 他雖然沒有下降 他這個都跟國際上說沒有下降 但是但是實務上 他就是讓ministerium的權限變得非常高 然後讓公民監督的力量 變得就是比較低 那在台灣一方面 當然我們都還記得戒嚴 大概不喜歡回到戒嚴 那當然二方面在台灣 每一個執政黨都覺得說 可能過四年八年就不一定是執政黨了 所以他還不會制定一個東西 讓就是下一個就是執政的人 能夠用來完全讓反對黨相信 那所以在這個做法裡面 我們就是目前這個區域 唯一還保持完全開放的一個定義方法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不遷害言論自由 但是又要能夠去因應講訊息 那最需要的就是 我們需要給講訊息一個法律上的定義 因為他跟言論自由是互相權 所以我們要回答一部分 就是說什麼樣的情況下 言論自由的這個權益 它是能夠被稍微權衡的 例如像說大家最想講的就是在戲院裡面 然後明明沒有發生火災 你大喊發生火災 然後造成人馬雜塔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就不算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就是去看這樣子的例子 然後去說如果它是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th 就是惡意的有危害的虛假訊息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用立法去管制 那這個危害必須要是危害公眾 危害民主制度本身 而不是危害某一個特定的官員 所以這個基本上沒有新加坡那樣子的問題 因為這個害是所謂的公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當它還沒有就是 它只是有危害 還沒有到實際有傷害的時候 我們就是靠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第一時間就可以去回應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們去跟很多民間的 所謂的事實場合的機器去進行工作 那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就是台灣事實場合的專型 就是TFCC 那他們是在場有人知道TFCC嗎 OK沒有人知道太好了 所以我打開一下TFCC的網頁 那這個並不是要大家去他們的網站 因為他們其實是 那大家知道說在這個電子郵件的收件箱裡面 大家有一個叫做檢舉垃圾有件可以按 這個應該所有人都知道 好對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同樣的想法 就是說 有時候當你收到LINE的訊息 那這個理論上是 不是理論上 實際上也是私密通訊 所以其實別人是不能夠看到的 就像你收到E-mail 如果這個E-mail它是專門值 由你市售信的 但是他說 它有什麼兩百萬什麼英鎊 你就要付一些手續費 它是某個國家的什麼往事 它就可以回到你的戶頭 什麼之類的 十幾年前 我一天到晚就接到這種E-mail 當時也有人說E-mail已經快要不行了 大概二十年前 就一個叫別人幹子的 說我們要幫美工E-mail都收那個郵票錢 不然的話 因為G-mail沒有成本 所以可能會被這些垃圾郵件所轟斩 但後來大家都知道 並不是因為立了任何法 台灣並沒有立了任何法 來處理電子郵件 而是每個人都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如果他這個看起來就是垃圾詐騙 而不是針對我錢 或者算Private Commutation 那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我就幫忙檢舉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檢舉 它會把特徵值送到Span House 然後送到DBL 然後送到這些東西裡面 所以等於是說 它就從一個私人的團體 忽然變成一個社會 大家可以討論一個物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再下一個 就是同樣的發現 它如果當年我們 就能不能交易公司也可以 因為是那個貝氏定理 所以就是用貝氏預測 去預測說 它fit我們大家report的這個pattern的話 那它還是會送到 但是會送到大家的垃圾郵件資料夾 而不是送到大家的收件下 所以如果大家時間很多 當然可以去翻垃圾郵件資料夾 但是按照這個default 它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DFCC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大家現在在LINE上面 上面都有一個官方事實查核的一個帳號 在Facebook上面也有 對不實訊息的那個檢舉 在右上角一個小的這個 往下指的三角形 那不管你用什麼方式檢舉 這個檢舉出來最熱門的 這個真的還蠻多的 好像說最近有這個 這個PRC公告9月1日起 這個撤離所有居民 這個可能是蠻那個的 紐約華盛頓街頭出現 我們韓國瑜市長兼參選的照片 之類之類 這個還蠻多的 那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好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 呃 發現他其實是去改讀 這個還蠻厲害的 這個就是他先截了一張圖 然後在底下自己用相同的字型的 簡體字然後打了一段 然後就再散播出去 這個真的蠻 就蠻進階的 好 那 那 那所以這個視察核中心 他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他會實際的去這樣子包啊 然後如果需要詢問專家的話 會去詢問 那我這裡不是要這個消費客 給你們去找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 他們做這個還蠻厲害 就是第一個他找到 這個有一個叫Photofania 你可以把照片貼上去 他就幫你產生一個就是這種照片 然後 對 OK 好然後 第二個是這個 他有去證明說 你看這張照片 他有很多這個就是 artifact 然後 什麼這個 呃 什麼 這個頭沒了啊 有修圖的界線啊 有接風 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說他事實上做 很類似我們叫forensics 的這個工作 有點像那個歐洲的Bellencut 他們一樣 那所以 總之他的方法 會是完全公開的 那這個 TFCC他完全是在社會部門 就是他只接受群民 不接受 政黨政治人物的捐款 任何人都只能捐給他 不超過一百萬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是有一個 比較中立第三方的一個 一個概念 那所以當他發了這樣子 這個 這個FactChain的報告的時候 那任何人都可以知道說 這個方法 你可以自己試一次 就很科學嘛 就是發現說 事實上 這個就不是這樣子 好 那當他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會有兩個效果 一個是說 Facebook 現在對於所有在Facebook上面 正在傳這個圖片 或者是這個訊息的 他就會把它 有點類似放到垃圾 所以除非你只有 那個傳謠言的人 那一個朋友 表示覺得你很邊緣 Facebook沒辦法 他只好顯示那個 就是你的動態強 顯示這個訊息 你這樣有第二個朋友 就是沒有那麼邊緣的話 Facebook就會顯示 你的別的朋友的訊息 然後故意的去掠迫這個訊息 所以他就是說 如果他被視察的作為 這個不使作為錯誤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傳染率 一開始就會減低到 不到無存之一 那再加上我們就是 其實都不會減到 強烈小便們的 這個瞬間的澄清 那一來一往 就可以確保說 大家大概都會先看到 這個澄清的訊息 但是呢 如果你專門去那個 朋友的那邊看 你還是會看得到 他並不是真的把它下降 那但是他底下 就會跑出一則 就是叫做 相關連結 就是連到這個 實時查核專心 的這個查核裡面 所以上說 大家如果在YouTube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影片 說地球是平的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個其實我沒有在追 有那麼多的 Conspiracy Theory 但是他底下都會跑一個 維基板科出來說 英雄是圓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就是 稍微提醒大家說 就是世界並不一定是 看起來就是 幻想出來的那樣子 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Light Touch的 一個解決方案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是一個粉絲專業 在Push這樣的訊息的話 那他就會 喪失掉下廣告的能力 那如果他就是持續再犯的話 那可能就是 整個粉絲專業的傳染度 就會被大幅的下降 那如果他好像 翻三次什麼之類的話 那整個粉絲專業 可能就會找到領權 所以就是 就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靠社會部門的力量 而不是公部門的力量 來告訴大家說 那不要一直去做這種 資訊操作的一種行為 那當然 如果你不是專業的 就是新聞工作者的話 那你也可以加入 這個叫做真的假的 那真的假的 應該就比較多人聽過了吧 對 有一些人聽過 那所以我就不講太多了 真的假的 就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加入的 像維基百科一樣的 協作型事實察的系統 雖然他看起來很像政府網站 但他不是政府網站 因為那是G0B點擊W 或是GOB點擊W 那所以他做的事情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這個 就是 協作型事實察的一個團隊 然後呢 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會告訴 像TFDC這樣子的接下來的開放 直到說現在就是台灣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 就是不實訊息 或者是真實訊息 可能也是 就是大家傳最多的 舉報的訊息 到底是有哪些 那這個我想 我就不聽太久 不然可能就是 有一點 大家會精神污染 但是 對就是 這邊就是大家可以提供一些 就是 還有不是訊息 那這個是類似像留言本 所以大家是可以在這邊討論的 所以 TFCC那邊的 做事實察的 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就可以一次看到這些 sources 就是這些來源 然後去做一個比較平衡 比較快速的這件事情 所以還蠻 還蠻有意思的 好 那所以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道導線 就是靠民間的這樣子 一些做法 那第三個就是 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其實大家最擔心的 就是選舉的時候 我們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有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 我們 雖然真實現行法 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已經改造全世界最透明之一了 那 這個透明的程度 是怎麼樣呢 就是現在大家到建廠院 它就會給你 應該是光碟 可能是USB 好像是USB 對 然後呢 裡面就會有 結構化資料 就是CSD檔 那裡面就是每一個候選人的 每一筆真資金的那個 單筆的Role record 那這個其實是一大突破 以前監察院是不會放這個出來 他只會放 就是家總出來 所以大家都還要跑去監察院 然後自己引印之後 還要把它scan起來 然後用 就是切豆腐的方法 變成一小塊一小塊 讓大家去做CAPTCHA 做所謂的OCR 就是 翟莉文字辨識 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那但是當年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我們現在是最透明的 那但是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去年的選舉 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你是很有錢的朋友 沒有想要影響台灣選舉的結果 你就不會去捐政治獻金 因為實在是太透明了 那所以說你會做什麼呢 你就會去Facebook上面下文件字廣告 或者是去Google上面下AdWords 那當然這個我知道 大家都是專長啊 就是說 各位當然有這樣子的技術 可是國外的朋友也有這樣子的技術 國外的朋友也有這樣子的技術 它在使用的時候 它是不用往 就是競選 就是候選人們那邊申報的 候選人可以說是跟我們沒有關係 好比像說在Foreign Policy上面 就有一篇文章說 某一個候選人的網頁專頁是 有兩位自稱是騰訊員工的朋友在操作 那這個候選人也可以切割 說對它沒有關係 那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它有大量的錢 被放到這樣子的社群媒體裡面 而且是政治性的廣告 但是這個政治性的廣告 它不受政治獻金卡的約束 而且它就算是國外的錢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管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會造成一個非常不對勁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接下來在立院準備三股的 就是那些法法的修正 我們就是把美國所謂honest ad 美國還沒通過 我們就先通過 它的概念就是很簡單 就是所有的政治的廣告 照建制獻金來處理 所以任何人去捐錢 那政治獻金我們知道只有國人可以捐 你有投票權才可以捐 那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你要下關鍵字廣告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登記嘛 就是有一個disclaimer 當然說你的坐落在哪裡 你是代表哪一方來操作等等 那你這樣子一登記之後 你的所有的廣告費用 Facebook就會把它揭露出來 揭露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比照正式獻金一樣 像去年選完之後 其實已經有很多第三方的媒體 在這邊去做正式獻金的金流分析 那所以我們下次選舉的時候 你也可以做一樣的金流分析 那當然法案裡面有說 就像凡其前方式 就是你如果投這樣子一個投放 那你的業主也必須要揭露 那業主的金流到底從哪裡來 他也要揭露露 那如果到最後還是在台灣境內 那就沒有問題 就是政治獻金 如果到最後是在境外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算是我們叫做 就是法五千萬左右 就是最大五千萬的法案 的一個法案 那這個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如果你是 台灣這邊有選舉權的人 你捐政治獻金而不揭露 那這個法制比較輕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國外的人 然後你要捐政治獻金 那如果不揭露的話 其實是法案很重 所以同樣的這個就是把它 比較政治獻金來辦理 所以這是第三道網線 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特別說政治廣告 這件事情是必須揭露的 那其實我們也很高興 看到這個Facebook 最近就已經 簽了一個叫做自律守則 就是它現在開始 你就可以自主的去登輯 那但是等到我們兩學辦法 散步通過之後 這就不是自主的 而是所有的政治廣告 在選舉期間 都必須要去登輯 大概是這三個方式來進行回應 那有八位朋友問說 請問目前的紅色媒體 與中共代理人 是不是有因應的策略 這個大概要分兩個來談 一個是說 如果媒體它 好不容易說 把頭版跟二版都阻出去了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目前也 因為紙本媒體 政府在之前 就是全面言論自由的時候 把大部分可以用的 都收回來了 就是都沒有了 那所以現在呢 對於紙本媒體 我們能做的確實 非常的有限 那現在當然有所謂的國安五法 可能會變成國安六法等等 但是很多的紙本媒體 它即使是 就是據Financial Times說 就是它的社論要 就是別進那邊 簽了再回來等等 即使是這樣子的情況 如果你沒有辦法證明 它串謀勾結 或怎麼樣的話 其實官五法也是不太適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無名是說 讓大家都知道說 有這樣子的事情正在發生 讓大家有一個awareness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說 在選舉期間 確保說 你不能不正當的去利用錢 去擴大這個的影響力 那第三步才是所謂的 就是代理人的法案 或者是所謂的國安六法等等 那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每一個法案 都有它推的時機 好比像說 我們的兩選法法 就必須要在現在推 因為它是在選舉年 它是為了選舉而制定的 但是代理人法 那個是一個 ongoing的一個事情 那很容易變成說 如果在選舉年 它會變成選舉的操作 那現在我們剛好選舉年 公共年選舉年 公共年已經分開了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 不是我們吧 他們以前在制定公共法的時候 忘記很多事情 就是一個是說 大家在投公投的時候 如果報告碰到選舉 一定都是用一個 非黑即白的一個思維 我們之前討論在多輪 大概也不一定沒有用這一個 但第二個是說 他們也忘記定說 在公投當天不能宣傳 所以就會變成選舉 當天不能宣傳選舉 但是選舉當天可以宣傳公投 那又有一些候選人 又是公投的領先人 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拆開之後 公投就比較有時間 去細細的去做討論 那所以我覺得 像代理的事情 他對真的推的時間 很可能是在選舉後 比較適合來推 這是我的個人的想法 不代表任何立場 反正我也不是哪個狀態 十三位朋友問了最近的一個實事題 就是說 這個我會不會喝一方 對 雖然我是沒有這個 在玩微博 但是我也知道 一方的意思就是 那所以 目前沒有這個習慣 但我本來就沒有喝一方 所以其實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特別的多喝一方 好 那OK 有一個比較正經的題目 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我會同在透過數據合作協助夥伴 合作協助夥伴 數位化的過程 總會在對方公司內部 碰到許多對抗的事情 不曉得 唐文委員在政府 推動數位改變的時候 最常碰到的阻力是什麼 又如何去解決 當然就是 公文跟私部文不一定一樣 所以大家參考就好 但是我其實沒有碰到過任何阻力 就是我在推的時候 都非常的順利 它只有快慢的差別 那在第一年確實是 就是當我們要自動化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接受的比較慢 但是呢 自從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發生之後 就忽然間接受度都變得非常高 那件事情就是公共形成替代役的退場 因為當就是你有免錢的人工的時候 就是所謂工人智慧的時候 工人智慧是泛用型智慧 所以其實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所有的科員 承辦 委員等等 都會覺得說 我們已經本來就有一個很好用的AI 就是替代役 那真的 需要來提供新的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 它的那個UI沒有替代役那麼好 替代役還會好好跟你解釋 什麼之類的 但是現在的那個 interaction AI 就還沒有替代役的那個程度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buying是比較弱的 但是自從這個 就是工型替代役退場 完全退場之後 忽然之間每個部門都發現說 如果再不自動的話 他們就要爆炸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詢問度就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會舉這個特定的例子 其實在這個政府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 既不算政府也不算企業的 叫做國營事業的這樣一個單位 那他們本來也沒有什麼替代役用 所以他們其實是第一波 想要來找康主的 那這個是我們每年的年度大外掛活動 今天剛結束 叫做總統天黑客松 就是我穿了這件T恤 那這個黑客松 不像大家一般對黑客松的印象 都是兩天或三天的馬拉松 這個黑客松是三個月 那三個月裡面要 就是幾乎每個週末 都砸在這裡面 那每年都有超過 100個不同的隊伍來報名 那這100個不同的隊伍是 像今年是透過公民投票的方法 選出20隊 那選出20隊之後 這20隊 不管它本來是公務部門司部門 還是社會部門 我們都想盡辦法 把它變成三個部門都有的隊伍 然後這20隊再繼續實作個兩個月 那最後剩10隊 然後最後剩5隊 那最後這5隊就是總統親自頒獎 那總統親自頒獎的好處是說 第一個當然你的project總統是認識的 但是因為你的隊伍裡面到這個程度 一定有公務員 所以總統是不能頒錢 所以沒有錢 那沒有錢為什麼大家願意做三個月呢 原因就是因為 總統班的這個獎盃 它其實是一個獎盃 底下有一個微星投影機 那這個獎盃是很飄用的 然後你往桌上只要一放 把投影機轉開 它就會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而且你可以自己選在哪些角度的畫面 所以這個在對向上管理的時候是非常好用 如果你的局處或者你的首長說 這個我們不會沒有錢做啊 這個不會過兩年再說啊 這個我們需要快進關係很麻煩呢 或怎麼樣 你只要投影出總統牌 那這個就是一個深處牌的概念 那局處長就必須要點頭啊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去就是談生意的時候 你是一開始就從總統的這個層級啊 就是他的執行長的層級 或董事長的層級 這個通常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總統認識了你的項目 然後頒給你一個獎 它隱含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特別寫在這個總統這次考裡面呢 就是說這個獎座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花三個月做出來的時間 我們接下來一年裡面用盡一切努力 一定會把你的想法變成施政方針的一部分 就簡單來講你的idea就是國家幫你養 現在這個已經過紅了 但是還是真的就是國家幫你養你的項目 那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呢 大家就是專注在pilot就好了 根本不用去想商業模式 根本不用去想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其實大家規劃出這樣子一套 可行的系統之後 我們來幫你去做接下來的application 那所以像郭英師也就是去年的五個冠軍隊伍之一 他叫water saving Nuta save water 叫做搶救水寶寶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是臺灣自來水公司 他們maintain全世界最長的管線 裡面很多還是塑膠管 那他們附了很多這些師傅 帶著像耳機這樣子的聽證器的東西 那每天他們做的事情就巡迴 比方說整個基隆這個繞一圈 去聽每一個就是水管 看他有沒有漏水的跡象 大部分時候都沒有漏水 所以大家可以感覺到這個功課 並不是主觀成就感很高的工作 但是偶爾會聽到有漏水 這個時候他就要發揮創意去解決漏水 那第二個是說 就是這個對師傅的時間 也不是很好的使用 他們統計他們要記錄 如果一個地方開始漏水 平均兩個月之後 他才會被尋回的師傅聽到 所以也對我們的節水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他們就在總統門列科松裡面去 揪了非常多的朋友 那包含我們新建院院本部的一個MIS 但是他又是Machine Learning的博士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在當MIS 但是他就可以在這邊去 去貢獻他Machine Learning的這個能力 這個資色會有出了HTC 政大的研究生等等 那就幫師傅 他們真的有做Survey 有做User Study 幫師傅做了一個LINE的對話機器人 所謂他的機器學徒 那每次師傅醒來的時候 他機器學徒就會告訴他說 欸師傅最近這三個地方 最有可能漏水 那他就用的就是 水壓 水流量 天氣 所有這些配合前班 全部淘進去 那真的就 預算有預到達 反正70以上 所以這個師傅去停這三個地方 至少大概有一兩個 一定會是漏水的 所以他就很成功的 去把兩個月時間縮短到 可能兩天 或甚至不到兩天 就可以停得到 那這個就是我們濃縮發展目標的 6.4 就是Increase Water Use Deficiency 那為什麼我們把每一個 這個冠軍隊伍 實際上前20層 都用這樣子 濃縮發展目標 169個漂亮的icon之一 去加以定位呢 是因為 這樣子 這是一個國際的語言 所以我們只要 一這樣子貼出去 然後把國際的新聞搞發 推特之類 那在去年 紐西蘭威林頓那邊 就馬上來了一個訊息說 我們很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紐西蘭本來不缺水 大家想到紐西蘭應該不會想到缺水 但是因為氣候變成 他們開始缺水了 所以他們本來沒有這樣子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那他們選擇就是 去跟以色列買一個非常 非常昂貴的 Proprietary的 而且還要自己固件的 這套預測系統 或者他們可以跟這個冠軍隊伍合作 他們17區為0度的三個月 然後跟他們的水公司 也解決了他們的自來水的政策問題 所以這個是很有外交的作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會跨國的形成 所謂的data collaboratives 就是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的一個形狀 我就不多講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是資料的搜集者 那資料的處理集中在我們 就是全世界前二十大那個超級電話上面 就是國網 那在這個中間 用一些分散式帳本等等的技術 確保大家不會篡改一次的資料 然後大家就可以不會說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預測 然後不知道是你的model比較好 或者是你的資料比較好 因為大家都in place 都實際在這個model 可以上載到國網 然後直接在國網裡面跑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每一次都會 試著組成的 所謂data collaboratives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一組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incentive design 確保說每一個加入的人 對他們都有好處 那這個才可以解答 就是剛剛這個問題 所以真正想要問的就是 你要讓對方的公司的上中下層 都覺得對他們有好處 那像中下層 考驗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就像 為什麼我要做就是基金社的奉民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專業的事務官 尤其是科長的層級 他們就是總統和黑客聰 最火藥的一群人 那時候總統來頒獎的時候 他每桌都去巡視 然後小英就說 他就是頒獎的時候 他脫稿演出 搞自己完全沒寫啊 他就說 就是我一踏進這個 黑客聰的房間 我就想說 我本來看到的公務員都是 套裝或西裝筆挺 都是非常有fush 看起來非常的熟練 非常的老成 然後開開而談 雖然大家不一定聽得懂 但是開開而談 但是他一踏進這個房間 就問為什麼全部都是年輕人 都是就是30歲甚至以下 然後他定睛一看才發現 沒有快退休的神 這個神機長也在 這個司法院副樂廠也在 其實大家穿了這個T恤 然後一起放下這個階層 去做公共創造之後 大家看起來都非常的年輕 那因為客廠這個階層 他我們在公務體系裡面 最困難的就是說 他是所謂的有公務無償 打破要配 這個概念 就是如果他好不容易想到一個idea 好不容易做得很好等等 大概都是minister 就是類似我 或者是部長的功勞 那就不會是他的功勞 事實上文官匿名性 大家都不知道是他提的 但是如果他做濫調的話 那他的部長永遠可以說 那這個是我們同仁執行不利之類的 就是他不一定會這樣講 那他可以這樣講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你算一下那個payoff matrix 就知道說創建對他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但是我們因為透過這種共創 透過基金社透明 我們可以確保說 任何科長他想到這個idea的時候 他是沒有risk 我們在這邊有非常多的公務員 他都是用所謂個人身份參加 因為他知道這個idea 並沒有受到他的上級的青睞 而且他都不會說他是提案人 他都會去找民間的一個協會 或一個公司或什麼來提案 然後提案到他的課 他就說他配合辦理 根本就他寫的 你看看文字 就知道是課堂寫的 然後他配合辦理非常的積極 然後最後到了前五名 他才揭露說 我是國稅局的職員這樣子 這個就是今年的這個前五強期 炸彈套空早知道 所以從一開始他就說 這個他都是個人身份 個人身份之類 我們一看就知道他是國稅局的 但是他在做的事情很非常簡單 就是他只用上次市會公司的財報 然後跟法院的炸彈套空的判決書 然後跟實價登錄 然後跟這個景氣的GDP的訊號 然後跟就是公開發行公司 每年要給的財報 然後這幾個我們覺得很core screen的東西 全部衛進這個 machine learning 裡面去 然後他竟然就可以很正確的去預測說 一個月兩個月之後 有哪些公司一定會爆發炸彈的狀態 然後他的就是什麼三方交易啊 他的什麼土地烘台啊 他的什麼 indicator 要怎麼樣子去看 那當然因為是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好解釋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他還滿準的 他在複選的時候就告訴我們說 這家公司是目前最可能爆發炸彈的 那到決選的時候已經就是炸彈二十八億 所以就爆發出來 所以有點用 但是這個其實是 就是對他來講政治風險 如果他按照本來的文官體系去提的話 政治風險是非常好的一個案子 那所以他透過這樣的方式 如果三個月我們把它跟官貿網路啊 或者是跟好像還有一個叫什麼區塊式的 就是也是做非常這個新興的創新科技的朋友啊等等 都去媒合起來 所以他們真的很好 三個月真的 work 然後總統也頒獎 那由總統頒獎的這個神主牌 他就可以出來說 好那我現在要開始卸掉各部位的資料 沒有這個總統的聖光加持 那但是如果他三個月沒有做出來 他是完全沒有任何風險的 他就說我這個週末參加一個 就是聯誼團康活動啊 沒有做出什麼事情啊 那所以沒事啊 對 所以就是說你要把他的風險失修掉 然後如果他有做出東西的話 快點也要歸他 那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是幫所有人省麻煩 而不是說我們以前常常被規劃的一些 政府常常會規劃一些做法 就是你省民眾一小時的時間 但是事實上是替代意要幫民眾 來一小時的行程 這個很容易規劃出這種形狀的東西 那等到沒有替代意了 就會變成就是非常便敏 但是這個找這個公務員的麻煩來 這個都是不永續的 所以就是要幫大家省時間 然後節省大家的risk 讓大家比較能工省 而且要share credit 那這三個不可能同時都做到能況 但是要做verital improvement 就是你在讓一個變化的時候 不要犧牲另外兩個 因為上中下層 那朋友care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這樣三個不犧牲 然後偶爾把其中一個變化 就變好一點 那這樣子慢慢的其實 創新的能量就會進來 而且大家都會發現說 那這個是對我們有壞處的事情 那它只要一轉念這樣一下 它就變成你的apport 然後之後就會到處去找其他人說 這個好飄說暴血軟體這個非常好用啊 那我們現在就會一直接到類似的單子 就是說那我們健保卡 是不是可以虛擬化 跑到手機裡 已經要開始測試了 或甚至連故宮 因為故宮是內閣成員 故宮也會跑來找我們說 那這個我們就是都沒有QR Code 進場那麼方便的這個 給國人的行程啊等等 我們會也做一些 類似高鐵的那種規劃之類 所以這整套service design的理念 就不是我去硬推 而是說 讓有想法的人自己來找我 然後如果它做出來 這個真的不怎麼好 那我就是幫它吸收掉風險 那都是我的錯嘛 那但是如果它做得好的話 那它就有非常高的credit 我就會專門寫專欄去包養它 然後確保說它有一天可以接到總統等等 那等到總統就是給它這個政治授權之後 忽然之間就其他部分都說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要 那這樣子很容易就會有一個theories change 就可以去發生 那有幾位朋友們說 當Internet產業趨向於寡占 甚至是獨占 也有大者很大的現象 臺灣灣這麼好可愛 臺灣灣是點點 臺灣灣會有什麼優勢 跟這個大平台或者是國際去競爭嗎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也不想大概有幾個吧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有重心發生去把舊的取代的時候 其實它並不是真的去跟舊的競爭 Mr.Fuller有一句話講得很好說 當你看到一個很大很破舊 但是這個目前又是bominent position的時候 你不要想到去fight它 不要想到去challenge它 你想的應該是說你怎麼做一個新的系統 那這個新的系統呢 它rendered the old obsolete 就是說讓舊的大家自然就沒有興趣去用了 而不是說你直接進入它的那個生態位 然後去跟它競爭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就是接觸過像Warliman的話這種 其實策略規劃的時候 大概都是去先一步的找到說 那這個它已經環透了 然後你去找一個跟它 目前看起來是互補 但是總有一天會變它來跟你互補的事情 然後去做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在台灣看到很多就是新創 已經非常saving會去找這樣子的題目來做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總統版黑客送裡面幾乎每一堆都是找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去做 像這個solution是非常有名叫做水盒子 大家可能有聽過空氣盒子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一直放在陽台 事實上在一些縣市和海市環保的教材 就是讓小孩可以直接放在他的學校 然後就好像我們以前養藏寶寶一樣 但是現在它養的是一個資料的就是搜集者 那這個資料搜集者會自動的去量PM2.5跟分析資料 但不是只是顯示給小孩看 而是它會上載到這個中英院陳寗志老師的LASS那個網路 那個網路裡面又會跟成功大學合作去確保說它被寫到在那上的裡面 所以誰也不能夠在選舉前一天去改變那個空氣的數據 那它又會再跑到我們的國豪中心 需要大家去進行運算 所以就是台灣社會重新的一個剛剛經典的一個叫做空氣盒子 那所以原班人嘛然後再加上一些別的人嘛 他們就這時候我們就從做了 跟空氣盒子一樣 但是是做水質的兩側 他們去把最會影響作物的就是水質的三個影響 可以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他們完全用國產的 然後open hardware open source 的方法 做了一個相當相當便宜的 那空氣盒子好像不到三千塊 就是大家非常的 affordable 你就可以直接放到就是灌溉啊水泉啊什麼裡面 它就可以及時的回報到油端上面去說 那這個東西到底目前這個水源被污染的及時的情況是什麼 其實它可以去做一些流向流速的一個推測 因為那個瓶空氣的擴散好算 它就可以去算說 就是如果你在這邊觀察到這個 那上游有一個水盒子上游有一個水盒子 到底是哪邊流下來的 是最可能的 這樣要佔多少的抗水流水 那這個題目為什麼 就是nail off the shelf的解決方案 那很簡單去想 就是說這個東西它太便宜太簡單了 它其實無力可渡 但是他們所謂social innovation 就是去找到大家都會希望看到它成功 因為對大家都有好處 而且大家都可以貢獻的這樣一個形狀 那這次就被他們找到這個形狀 就是因為我們通過了一個法律 那之前就是大家可能有看到新聞 就是如果在農地上面 在就是蔡英文上任之前的工廠 那它有排放這個污水影響到農地的話 即使縣市政府不去拆它 那中央政府也會斷水斷電 那這個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是就是農地工廠 那你有20年可以轉型等等 的話你很想要證明你沒有污染 因為不然的話馬上就算是斷電 或是你跟地方政府求情就有用的 那如果你是農人的話 你也會很想要證明說 你的上游到底是誰在製造污染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製造污染 大概不會去買水盒子吧 但是因為旁邊會有足够多別的Stateholder 包括包含就是對生態感興趣的這個環境環境 等等每一個人對他來講就是弄一個水盒子 放在他能夠監測到這個地方 對他本身都有一層解肅 加在一起又有功能利益 對大家的hold picture都有一層解肅 那工廠們又覺得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會成立一個新的一個模式 他就不需要去用本來的那種top down的模式 用這種就是像我們環保術附件 改測的那樣子的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可以完全用由下而上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他是完全根本還只有兩台機器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去好像石頭湯一樣去搜集 所有的不同的部門的人的意見 那這個也是一個新的創新的模式 就是類似像群務 以前都是先有產品在賣 現在大家都是先賣再有產品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就可以一次知道說 大家對這個東西的想像是什麼 然後開發就可以因應這個想像去做 所以這個團隊同樣的也受到 紐西蘭政府的青睞 那然後紐西蘭政府說這個 一定要想盡辦法 把這個團隊挖過去紐西蘭 繼續跟他們工作三個月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 紐西蘭雖然沒有能力工廠的問題 應該沒有辦法 但是他們有牧場的問題 那牧場一方面需要很乾淨的上游的水 一方面它在下游 如果有提到夏天的時候 總是說我的游泳池 就是有大腸桿菌 那些什麼東西 一定是那個牧場害的 但是因為牧場太多了 所以大部分牧場也很想證明說 其實不是我害的等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的社交系統 就跟我們能力工廠很像 那這個時候 他就很希望 用台灣這邊的這個技術 那他們在那邊去找 所謂 impact investment 等等 事實上是非常威風 因為紐西蘭也有很好的 就是影響力投資的一個傷害系 那像這個是一個 新創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你是從需求出發 你根本不去想哪些東西 正在大著很大 你根本不去想很大的 而是想說 你有沒有解決 足夠多的不特定人 在不同的位置的這個問題 然後想辦法用群務 用中國媒體科技 等等的方法 去把這些力量集結起來 然後之後自然就會有 business model 會去出現 所以在跟國際競爭之前 我覺得先跟國際合作 你如果能夠解決 世界性的問題 那你自然就會 世界性的謀略 會出現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點 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中國近期 透過禁止自主旅行 與可能減少觀光客 應該不是可能 就是減少觀光客 來試圖影響台灣的政治 這個當然不一定是影響台灣政治 根本是要保護他們自己的政治 那甚至有人分享 有一連串的政府的護局 該如何面對巨大的潛在威脅 或者是不友善的步伐 我是覺得 第一個是說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 從我剛上任2016年10月 那時候最流行的就是 陸克布萊斯的地方 就是發生任何事情 這個都可以推給陸克布萊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完全沒有關係這些事情 這個雪碎塞車陸克布萊 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對 這是一個萬用句 可以接上去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所謂認知空間作戰 就是要限索我們的認知空間 到 丹陰的圍影上面去 那當然後來 慢慢沒有人在講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它如果就是 政戰政治作戰的話 這一招的效力 尼奇 2016年的時候 已經是大概十分之一不到的這個領導 大部分都可以了解到說 其實一不來就不來 對 然後 這是一件事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 自己的觀光的政策上面 我覺得是有很好的 diversification 那所以其實 雖然很多人說 就是新南向的觀光客會來 但是集中在北部 那但是 這是我們 接下來就可以去改善 這是我們 就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 在那邊來講 他們到底自由行動上多少人來 那完全是操控在他們手上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想這個 概念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簡單的去改變 我們能改變的部分 然後 他們的那個部分 就是 他們自己去想 那 而且 我是覺得說 他們 就像我們這個 外交部 吳釗燮部長 最近在推特上面 非常活躍 而且就是 他是接近川普級的待遇 就是他推個什麼 然後報紙不會登 對 國外的報紙不會登 這個狀態 那他就是說 那這個 所謂 自由行不來 那感覺上 好像是PRC 有所懼怕 有所害怕 那他到底在怕什麼 那 其實這個自由民主 有什麼好怕的 其實真的害怕的 好 對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 他的政治效應 可能是 尤其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下 是往PRC那邊的 其實並不是真的 來當作 對我們這邊的選舉 或者政戰的一個操作 所以我是神聖樂觀的 那接下來就是 不友善的互動 我是覺得我們 不用特別去 想說 對方一定會有 怎麼樣子 不友善的互動 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 內戰都還沒有結束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內戰已經結束了 他們看到已經廢期了 但是從他們角度來看 還沒有 所以這個我們就尊重了 那不然要怎樣 那 然後我們 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是可以focus在 我們現在外交有一個 很基本的概念 叫做台灣看到 就是我身上這個圍長 就是可以看到 17種顏色 然後底下就寫 台灣看到 意思就是說 我們專注在什麼呢 專注在全世界 包含PRC在內 在2015年都已經同意的 17件事情 我們想辦法 當我們所有正在做的事情 都用這17個 就是國際公認的 全人類在2030年都要達到的 這169個 分成17類的 容許發展目標 來加以標定 然後呢 我們給國際一個訊息 就是說 我們其實都可以幫忙 這個是大部分的 我們這個區域的國家 沒有辦法講的 很多國家它發展 經濟發展得很好 或是它發展農業發展得很好 或怎麼樣 但是它是可能 只有一兩個主力的industry 但是我們這16個 就是17之外的 這16個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貢獻可以做 那像我自己 當然是做第17個嘛 我們剛剛演講 大概都是講說 怎麼樣各方都能夠 有可靠的資料可以用 然後根據共同的資料 去組成collaborative 確保大家在這個 夥伴關係的這段環處 然後以及 就是在我們做創新的時候 不要用一種 像這個殖民式的 讓對方不小心陷入接待陷阱 等等這種方法 去幫忙 而是像我們跟紐西蘭的這種互助 就是它是足夠相信我們 才可能把他們SKEDA系統 就是所有的自來水的水流量 水壓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即時分享給台灣的團隊 這個互信其實是超過大部分的MOU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有很多理念相同的朋友 去宣揚這件事情 而且最棒的就是說 當我們在分享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常常去聯合國 以及周邊的這個演講 或者分享之類 那現在大概都是夾一台iPad的這個方法 之前還會就是大家有看過 會走路的機器人 那個是比較難租的 而且有時候走一走會摔跤 但是在日內往那一次 其實我們只是做技術實驗 那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一場也直播了 所以後來記者就看到了 可是在那個之前之後 其實我都常常使用 那最棒的就是說 只要我講的題目 能夠講得非常清楚 我再講SEG幾點子幾點子 那其實在聯合國也好 聯合國周邊國際組織也好 這個發言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是所有人都統一的 包含DS也都統一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最多只能 那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趕我的iPad走 對不對 那他就必須要離開那個房間 那離開的時候 他對外面說 就是我們的模範神在發言 請就隨便 看看他們 還怎麼這樣怎麼這樣 但是至少有一個默契 就是我們在SDG裡面的時候 他不能偷取來反對 我們對英文學發言的方式 所以大概就是 你看看我們所謂的短實力 這樣子的方式去進行因應 那我覺得短實力 他所謂得到多注 就是他的這個連結 雖然看起來沒有瑞實力那麼壞 沒有瑞實力那麼好像你單點 就可以攻下特定的媒體 特定的大學 特定的什麼東西 但他最好處是說 短實力在做的時候 怎麼樣都是對我們自己有好處的 而不是好像就是 短時間砸搭錢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他持續的狀態 永續的情況 我覺得會比瑞實力要來得久 關於居住正義的議題 目前有什麼實質的規劃 剛好我們最近有一個 那個眾議平台的列書案 就是 我有一個部落格 然後 然後 等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 我在商周以及在蘋果 都有 這個 寫專欄 然後這個專欄 這個是CC授權的 所以我都是直接貼到 我們的 比理事不容得上 然後 我也沒有拿錢 而且是這個院長謙準 所以沒有堅持的問題 然後 大家就可以 一下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最近有討論 所謂的公務學 然後 總統白天克松最近有解決 這個 酒駕良情的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怎麼看太輕 但是 包括AI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沒有看太輕 真的這個部分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沒有辦法很細的講 但是 這個是 有五千人左右的提案 那在我們這個平台上 五千人左右的提案 就是join平台 五千人左右提案 那我們每個月會 經過每個部會 都有所謂 開放政府聯絡人 在大家投票時候 選出兩個案子 來進行面對面的 協作式的討論 那協作式的討論 往往就會 把這個東西 對焦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次的看到 就是財政部跟內政部 現在在居住生意上面 到底正在做什麼 以及他們 是用囤房稅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促進 而不是說去做 就是所謂的空屋稅 那當然原因是 有三個嘛 一個是說 空屋跟房價 其實 空屋率跟房價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 接下來空屋 這個需要更進一步的認定 這個認定的成分 是就是 它裡面其實蠻高的 很多時候是人口壞的 其實並不是因為 有人在討論房 然後第三部分就是 我們 讓各個地方政府自己去調查 它可能比我們 完全只用台電一個來源 因為用台電一個來源的結果 就會大家都是 用一些電器 然後剛好滑到那麼多的度數 那一方面對我們都沒有幫助 然後就是 我們說這是所謂雙重全市 你如果不揭露 你是用幾度來算空屋 那大家都 就是會不會算出來 那你一旦揭露 就是用幾度來算出來 那這樣馬上就用給空屋了 那所以 這些都是 需要 考慮的 所以內政部對於 這件事情 它有一些 想法 就是 第一個 它們做社宅的 包租代管 那 包租代管呢 其實 包含就是 就是四千多個媒合的住戶 然後 以及 他們在第二期計畫裡面 去專門提供 弱勢就業就學 以及 經銷同盟的這個租屋 然後 這部分其實是 內政部目前 他們主義在堆的 那我也順便幫他們 打一個廣告 今天好像變成 總統內政部 廣告大會 但是 因為 比較記憶有心 就是他們像這個 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它是去跟衛福部合作 去找所有的 長輩 他可能是 獨自一人 居住在一個老屋裡面 這個老屋可能連電梯都沒有 那 他們有很好的數據去顯示說 這些長輩們 即使政府有一個 可以請他 暫時 就是搬出去 然後 不要住那麼危險的地方 可能要圍樓啊 什麼之類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提供很好的 這個居住空間給他 五個這種長輩裡面 也不到一個人 會接受到這個訊息 基本上 你沒有辦法接觸到他 你就算在 你告示欄帖公布 或者是怎麼樣 那其實他根本 就不太出門 那其實也沒有辦法接觸到 所以 他唯一的做法就是 社工實際 一加一那二去防釋 那我們都知道 社工已經在爆端了 所以 你不可能全部去防釋 所以 他們也是用 我們訓練的這種方法 去找出 最 就是 dominating 的一些 indicator 那這些 indicator 就表示說 這些長輩 因為 目前他的居住的狀況 真的會造成他 接下來生活領執的降低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按照 就是社工的方式 之後 feedback 就可以越來越多的 找到這些長輩 然後說服他們 看能不能夠先搬到 對他比較好的一些位置去 那他本來在的這個地方 如果他是為老建築 是怎麼樣的話 那看有沒有可能 我們就去用公安度能 或其他的方式去 呃 直接增進他的這個品質 那增進品質之後 那 接下來又可以再投入 可能 就是社會主宅 或者其他的方式 去使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綿密的這個系統 那 以前很難 呃 任何部會做這件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 串接了兩個部會裡面 非常多部門的資料 而且每一個都是個資 所以 其實按照我們的個資法 除非我們另外一個法 不然我們很難好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最近就是 我們都知道科學圖非夢境 所以 有所有 立衡人啊 這些新的東西出現 所以你就可以在每一個 部會的資料中心 先算一部份 算完之後 你已經變成一個統計 池和太晶 完全沒有個資 然後再把各個不同 就是 train一半的模特兒 再結合起來 然後再去做下一部的train 之類之類 那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如果沒有總統美麗克松 其實炸彈套空接下來 也會 用類似的方法來做 如果沒有總統美麗克松 那很多的部會 根本不知道說 最近還沒有這些先進的技術 可以使用 但是只要有一個這個例子出來 然後我們說 這個對居入陣營是有幫助的 那這個對於司法成員 是有幫助的等等 那這些都是股市價值 就是 為什麼因為我們有找到 有學派目標的icon 只要有找到都是股市價值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別的部會就會學到說 原來我已經不一定要用 就是以前各自法 什麼都不能夠做統計 以及新的統計法說 其實每個部會 只要是統計資料 別的部會就可以跨部位來調閱 這些東西 同樣才會 在他的腦裡 開始覺得說 原來這個可以這樣用 不然他對他來講 只是零零清新的修法 其實他也不知道這些東西 怎麼樣去精準的把它調配出來 所以 時間關係當然只能 只能講這邊 那但是接下來可能 就是還會再去鼓勵 各地方政府去做存房稅 那存房稅的問題 就沒有公務稅那麼大 存房稅是比較好學計算的 那而且你也不能夠 靠著這個 你有五間房子 然後 每年兩個月 辦一次家的方法來解決 因為你要 就是在某個地方涉及到第二年 他才算到自主 按照存房稅 存房稅的算法 所以 後來產生部局 有一個比較好的規劃 去讓實質上被囤的那些房屋 有比較高的incentive 讓他回到市場 不管是用包租貸款 或者是他賣出去 或租出去 等等的方式 他就不會 就是hold在那邊 那他就 也不會像公務稅那樣 打擊面變得那麼晃 所以這是大概 目前實質的計劃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多看那個 部落格 跟他演到的 寧可政公務稅的這個 認訊 那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台灣對於未來的 是learning 或是AI的領域 規劃哪些方向 是台灣的特色 或是台灣發展的重點 中長期的方向 哪來會是什麼 非常好的問題 大家可能覺得 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問問題 我都可以立刻找出網站來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如果有人問我問題 我找不出網站來 我回去就會跟同人說 我今天被某個問題問到了 可不可以弄一個網站來給我 所以 在這還一年多前 就是在一個 那是英文問的一個場合 就是說這個 也有一個朋友問一個很相似的 就是說 我找AI台灣 Google AI台灣 我都找不太到 台灣的中長城的計劃 我們發現科技部有一個 經濟部有一個 不同的地方 政府有不同的 有些看起來像第三部門 後來發現他是法人 等等都是 就是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 然後呢 我就當場說 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Google AI台灣 然後一看 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那我回去就跟同人講 然後 同人就收到了一個 KPI 就是 就是你如果Google AI台灣的話 我們一定要再比一個 好 那 所以果然就再比一個 而且這個SEO 你很難贏 因為他的網站的 就是網址 就叫AI台灣 絕路比起標準 這個要贏 這個就是 要贏過他這個意思的 很難 然後他title就是叫AI台灣 然後 所以你如果點進去的話 就可以一次看到 這個問題的一個回答 就簡單來講 大概 五個不同的事情 我一開始講的那個 無人自駕車 那個叫做 Test View Regulatory Co-Creation 就是 我們發展ML的特色 就是 我們是讓社會 一起參與這個設計的過程 如果你有一個 新代ML的想像 不管你是坐在 平台經濟上面 坐在 金融創新上面 或者坐在 自駕載具上面 等等 隨便 你只要按照我們的 Sandbox的這個機器 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會想盡辦法 給你一年的時間來違反 對不起 給你一年的時間來挑戰 提出你自己的版本的法律 然後我們 答應不用就有的版本來發你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插頭 叫做Sandbox 如果大家現在到 就是Sandbox的網站上 可以看到 之前有非常多的 這種創新挑戰的一種例子 就叫做創新運動實驗 還有非常多的品牌 而且也都是雙語的 因為 不然我警告就是 很難做 對 所以總之 這就是雙語的 好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各種良心的實驗在發生 那什麼叫沙魂呢 我們還是講一下 就是學歷上面 所謂的沙魂它就是 給大家一年左右的時間 在這一年裡面 用你的版本的法規命令 而不是政府先有的法規命令 在願意配合做實驗的地方 或者是跟 願意配合做實驗的人們 然後不受既有的法令的 分隔的限制 像無人載具 我們就沒有特別分路海控 事實上就是你 就是開一開飛起來 在河裡航行一下 在報案上都可以 它只要是無人載具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會有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的時間裡面呢 我們唯一二個要求 一個就是說 你的這裡面 它不然如果是無人載具 它就是要裝 實驗記錄器 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東西必須要 就類似像黑合子 就是它必須要 隨時都讓主管機關 可以來調閱 確保說 你說你的實驗成功或失敗 它是真的成功或失敗 那第二個是說 到實驗結束的時候 會有一個多方利害關係 的一個panel 一起來討論說 這個對社會 到底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那如果整個社會覺得 這是一件好事 那你的版本的法規命令 就變成我們的版本的法規命令 我們最多會再擴大實驗個一年 最多最多兩年 你的版本就會變成我們的版本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社會創新來 引領法規的創新 那當然如果過了一年 大家都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壞的主意 那這樣我們就感謝你的投資源 幫大家付了學費 因為所有的這些是公開的嘛 那下一個創新者 就不要這樣子做就好了 那所以無論如何對社會 都是有幫助的 這就是沙河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當然如果隨時 立法院的委員們決定說 為了你的這個創新 不能夠只是調整法規命令 而是要做一部專法 因為我們知道專法 優於民法 那專法的情況下 他們就可以花四年 那這四年呢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你的這個實驗 包括你的business model 都還是可以繼續跑 那這個其實就是四年的monopol 因為對別人來講 他們還在用舊版的法律 對你來講 你還在用新版的法律 所以只有你身份法律 大家都還是不合法律 那當然過了四年之後 競爭者就會進入市場 然後就是銀河的歷史 有分過一夜之類的 但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co-creation 不會讓以前的這種法規 不確定性 是非黑即白 然後大家不做地下聲音 就必須要去想辦法說服承辦人 那對承辦人而言 他的pay off matrix 也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他如果要 要駁回你的創新的函式解釋 他只需要花一天 他駁回就是科長覺醒就可以了 他就說不准 好 那也不需要付太多理由了 那然後 但是如果他要調整法律 讓你的想法 用你的解釋能夠實行 他要欠很多個錢 至少兩個禮拜是跑不掉的 所以在大家都 報告而且沒有TIE的情況下 他當然就是盡可能會去駁回 那但是現在 因為有了沙盒的 這一套機制設計 所以呢 大家就不可能量說 那我如果只是解釋一下法令 讓你這個 不要就是 逾越無法所務之限制 讓你能夠去駁回合法的經營 他只要花兩個禮拜 可是如果他駁回的話 你就可以進入沙戶 他要給你玩一年 所以這個時候 大部分的公務同仁都會選擇 好了那算了 就可以吧 那所以我們如果去看 森報索文的話 大部分都是大家 最後決定吧 算了就是可以了 的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他的目的 並不是要大家都進入一年的實驗 而是造成他的成本的改變 所以變成是公務同仁 比較有incentive 去讓大家能夠做法規的調整 去讓大家能夠做法規的調整 再加上國發會也開了一個KPI 就是每個部位 到底廢止了哪些 預言無法限制的法令 調整了哪些法規命令 以前KPI都是正的 現在KPI是負的 就是你要刪掉很多函事 那這樣子就會達成一個KPI 所以在這樣子的設計裡面 其實大部分公務同仁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不是人質嗎 就是他不會被高度立場上 獨職啊什麼東西啊 那也不需要走到法治 因為法治要花一年 實在是太累了 他可以循著一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就是sandbox的這個機制 所以機制優於人質 這個永遠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大概AI裡面 toker也許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在別的地方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 去有一個實驗的場域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整合 像其實剛剛的那個自駕三輪車 其實就需要非常多 就是optics啊 所有裡面的這些 一個眼睛改成兩個眼睛 其實要做非常多的調整整的 那這些剛好台灣 每一部分的人才都沒有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 就是全世界source的國命令 你就可以在台灣 非常快速的plotify起來 那這當然也是 為什麼很多就是跨國的外賞 就是最近一兩年都瘋狂 在台灣就是好像兩百人 有的含兩百人 有的含三百人 沒有辦法keep track 就是說要有很大的AI實驗 實驗室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也是因為我們在 這個Test Scream Regulatory Co-creation 上面做得很好 那AI Talent 跟所謂的AI Pilot 還有Industrial Innovation 大概它是一整包 就是說 像大家可能知道 人工智慧學校 AI Pilot等等 那他們在解的題目 其實就是像台雪再送 後面黑客森說 我們現在有漏水 我們的師傅 希望一個是自動化的 所以去翻來 讓他們融入 部分不要做 只做有創意的部分 那這些題目 開出來之後 它會變成學生 學習的一個教材 所以你不是 只是很抽象的去解 一些這個練習題 而是說你在解的題目 就是現在的中小企業 要轉型的時候 需要的題目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你解了之後 比如說不會跑到國外 你就可以在國內 找到非常好的 employment 甚至是 partnership 那第二個是說 對中小企業來講 他們就專注在他們的本業上面 透過我們的流程 再設計 所謂職務流程 再設計之在 或者是所謂的 service design 其實是同一件事 他們去看說 他們在內部的服務流程 或產品流程 到底哪些部分 是人類不想做的 然後他們直接開出來 變成練習題 那反正你在學的時候 也一定得解練習題 就會有一個 互相加強一個情況 那這部分我覺得 台灣也是做的還蠻好的 所以反正 詳情可以Google AI台灣 你知道 按第一個連結嗎 上面就會有 這方面的很多資訊 有12位朋友問說 平常舉辦 城市園的技術分享會 但沒有一個 方便借用的空間 以前有借過空總 但是後來開始收費 而且晚上也不能借用的樣子 那當然空總 裡面有一區 就是給大家看的 那個社會創新實驗中間 那個是不收費的 但是空總全區 就是文化部的全區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 設備的條件是什麼 因為我大部分都在 就是社會創新的那一區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問一下空總 因為C-Lab那邊 它理論上是對於文化跟數位藝術的結論 所以你的城市語言的技術分享會 如果能夠想辦法 如果你的城市語言就是processing 的話 就是跟藝術有非常高的關係 尤其跟音樂有關係的話 那這個其實應該還是可以 就是有一些工作方的 那如果很不幸的 就是跟藝術文化什麼關係 真的不是很大 那還是很歡迎來用我們社廠這邊 我們社廠這邊 雖然場地就是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可能六七十人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其實有很多社群 像應該Our Ladies嘛 然後等等 其實也都會在空總去辦這種 類似buffet的這種分享會啊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種比較鬆散的性質 然後你不是大家拍拍座 然後拿電腦出來 然後開始解析一提的 那個可能我們的空間就沒有那麼大 那但是如果只是lecture 或者是這種互動式的interaction的話 那其實我們那邊是常常辦 而且疑惑的了解 你只要講說 如果你對應到哪一項 你去發想的比較 就是十七項你去挑一項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是不用付錢才對 那我們再過一個月地下室的空間 也會開放大家來使用 那地下室那邊就比較大 而且也比較就是辦到很晚 然後比較不會吵到旁邊的裡面 所以這個也是 接下來大家可以去敞開的一個空間 地下室應該是在一個月之內很好 有十萬朋友們說 需要社會創新的議題 大家多了解問題的人 可能不知道如何創新 但是想創新的人 拿著想法或技術 卻不夠了解問題 現在體制內是怎麼樣讓自己 採購法跟審計制度 可以幫助公務員和民間團體 或企業公司協力解決創新議題 最好的問題 而且是可以開一整天的seminar 但是 知道我們開過一整天的seminar 但沒有關係我就簡單回覆 其實創新 我們如果用這個 design thinking 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分成找到正確的問題的部分 跟找到正確的解法的部分 所以在第一個部分的時候 就是所謂大家都還不知道 到底問題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才是 我們最需要礦物們的參與的時候 那這個也是很多做民主治理的朋友 一直會問說 那我們透過公民連署 那來決定每個附會會員的議程 但是這個沒有任何代表性 大家很多人連署說要恆春的機場 讓配音直升機去進駐 那大部分連署的人都不是很春的 那這樣子的話 它到底這件事情 跟地方自治的代表性到底在哪裡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通常的回答就是說 沒有 我們在做的直升機 前面的這個單門 而且特別在講是前面的單門裡面 發散的部分 去把所有人的各種不同想法去找出來 那為什麼大家會上舊部車用 這樣子如果你這個就是發生什麼不測的話 就可以馬上把你運到直升機上 那直升機飛到高雄和大醫院的時間 只有六十分鐘或者五十幾分鐘 所以比起這個八九十分鐘 足足的縮短了這個很多 二十分鐘左右的這個黃金的時間 那這件事情 你說以前有沒有人提過 在地的委員沒有人提過 當然都有提過 已經提了十年以上了 但是內政部的空情總隊就一直說 其實我們沒有多的黑影直升機 我們的黑影直升機 是必須照顧全國的 你如果放在恆春的話 難道可以照顧到通殺嗎 應該也照顧不到 所以就是它的那個 操縱會變得比較 比較松散 那這個對於從去 我的planning的角度來看 不是一個好的planning 那旁邊有一個軍營 也許你可以 國防部就已經支援了 那國防部就會說 其實我們的軍營就已經要翻走了 我們直升機也不能夠這樣子用 是不是請交通部開一條快速一點的道路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就可以標誌 然後交通部就說 這個第一個我們還在評估 說不定會摧毀眼線的觀光 而且第二個交通部覺得 這根本就是在地的醫院留不住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買大的設費啊 什麼的問題啊 所以應該就是衛福部開一家大的醫院 就可以解決了 那衛福部就說 我們沒有跟國發會要這個錢 可是國發會沒有活下來 是不是我們還是回到國發會去解決一下 然後那以前的這種狀況就是 每個部會 他當地的問題 不管在實際講得多清楚 我們每次會文的時候 就會變成兩張A死 然後變成一張A死 然後變成半張A死 然後到最後就是承辦人看的時候 他已經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本來的問題是什麼了 他就只能腦補 那腦補雖然很補啦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我們就 我們做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在處理這種連署案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所謂並同挑戰的條款 就是說 全職情況有兩個以上 然後我們協調 協調如果A說B才應該主管 B說C說D說A的話 那對不起 大家一起到橫純 就是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確保說 所有人在同一個視線範圍裡面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只有一起到橫純 一起聽大家的這個想法 把每一種可能的解法 就我剛剛講的那四個 全部都盤列出來 我們才能夠問到真正的 該解決的那個核心問題 就是How am I doing 就是我們如何一起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除了提案連署人 跟記者之外 我們也在當天這個 見了各級的議員 屏東縣 我們後來很有名的講 約會議員 然後這個各個在地的這個醫院 港代表 還有這個不是PTT 是真的鄉民代表 等等這些 都這個全部都匯聚一堂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 一個一個的去確認 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 然後所有的事實性的部分 就是藍的 所有的就是感受性的部分 就是黃的 所有的詮釋性的部分 以及所有的決定性的部分 就是誤會唯一 就是局的 那透過這種 所謂的 issue mapping的這種方式 把長達五個小時 大家的討論 都分門別類的 收到 那收到完之後呢 就出現了一個insight 這個insight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在地的人 不相信在地的醫療 而一定要偷送 是因為在地沒有一個醫師 或者護理師 能夠待很久 去跟大家 建立長期的關係 所以大家 每次發生事情 不管有沒有設備 那就是說要送到高雄 那為什麼這樣呢 是因為當地的 這個醫護人員 連像樣的宿舍都沒有 還要自己想辦法緩出 然後小孩教育 一層問題 等等 心沒有辦法留下來 然後之類之類 所以我們後來就發現 說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 才是對的 那我所有人都同意 所以這個問題 可以一次解決大家的問題 比這個直升級要來的好 那我們的這個空間 因為有直播 大家可以用slider 來提意見 那甚至當時中家議員委員 人在立法院 都直接用視訊過來提意見 所以 後來我們中整大家的看法 我們就決定說 好那衛服 確實應該把現有的醫院 或是該做行的 洪力醫院 把它擴展 現在所謂經費無上限 當時是破了大概兩億多 就是我們禮拜五開了會 禮拜一我拿去給院長 院長說好 那我自己去看一下 院長去看一下 然後馬上請就撥下去了 所以是一個非常快速的方法去確保說 不管他之前逃了十年 還有多少年 都是因為每次都反彈 反彈 但是這次因為所有禮拜關係 都一次確認說 這個才是我們要解決的很噁心問題 所以從中央的角度來看 錢就沒有花在這個 就是大家會反彈的地方上 那只要大家不會反彈 當然就是我們覺得這個錢 是非常值得花的 那這裡當然也有很多 本來是很純的醫護人員 後來到了國外 還是看我們的直播 然後透過slider 都告訴我們的這些insight 那中央電委員也是說 那你們既然都決定要這樣子 不如就是這個醫院設備買了之後 我們就讓高雄的集中症醫院的醫師 來這邊實行 來這邊操作 那你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你應該是把醫師飛過來啊 你不是把明明已經中風的病 飛過去 對不對 這個醫師這個對飛行的耐受力 應該是比較高的 總之到最後 雖然連續的朋友沒有得到 他們要的那個表面上的那個東西 但是他邊緣的問題有被解決 所以回到這個slider的問題 就是我們為什麼每一次在創新的設計上面 是儘可能讓更多的裂派關係 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進場 而不是等到我們最後已經有解決方案了 再問大家說這個 就是建築物都要蓋了 外牆要起什麼顏色 那一部分原始會後面這個部分 大家都會覺得就是有點被欺騙感情 那然後還有就是前面的部分 如果不會承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太遲到 到底該解決什麼問題 大家才會滿意 那這個時候大家是提出自己的疑慮 那提出疑慮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你要看五百頁的這個報告 然後提出你的建議 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一開始還是只是疑慮的時候 就徵求大家的意見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很自然的 讓所有參與的人 有一個見面三分請的一個感覺 那當然常常被質疑的也是說 那可是我們討論很多時候是在空總 是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如果住得離高鐵遠一點的朋友怎麼辦 我們想說恆春的朋友 他們要怎麼樣子參加這種全國性的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這種行動巡迴的概念 就是我可能就專門去到 不知道是有沒有到的地方 像內地就是南投啊 然後或者是說就是米島啊或這些 然後呢我去跟在地委員會談的時候 那十二個互惠就在空總 就在那個釋放中心 然後透過雙向直播 就是一個大家都在用的交通的技術啊 這個去進行橋接 那因為這個很棒 所以桃園 台中 高雄 花蓮 台東 未來說不定不濃厚 現在都有加盟 所以不管我在哪一個地方討論 事實上所有各都市 縣市的朋友們 都可以一次看到這件事情到底應該要怎麼解決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 我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以前這位可能是內政部的 他會說這個我也很想支持你 但是我是要衛福部給我一個函視 所以我得衛衛福部 衛福部說這個其實並不是個部主管 是內政部主管 也是社團法人 所以我需要內政部給我一個函視 那這樣四個月就過去了 那但是現在這個他就不能夠再這樣子講 他就內政部說我要衛衛福部 或者是經濟部說我要衛這個農委會的時候 農委會也好 衛福部也好 就坐在他旁邊 那坐在他旁邊的時候 他如果再說我要衛什麼什麼 就顯得非常沒有誠意 所以他是不會這樣講的 他會說那我們趕快來brainstorm一下 來解決你的問題 那因為這些都是 就是實際上有決策權的 就是至少是課長的朋友們 那所以當他們商量出一個 可行來解決方法的時候 那要説服他們的長官 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風險不是他們做的 他們只是說 這個在團公正委的會議上 沒有提出這樣子的一種 創新的想法 那但是如果最後真的work了 and credit是他們的 因為整個主資搞報還 回應的那一套管控的系統 上面都有他們的名字 而且有機腳來或什麼 我都會說 那是某某某某去提出來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才能夠真的去聯合 所謂的這個社會部門在這邊 那工部門在這邊 然後以及就是 當我們正在 develop solution 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整串 業者他已經有服務 已經有商品 可以來進行橋接 而且這些業者都已經有揭露說 那你如果跟我做生意的話 我可以同時讓你達到 怎麼樣子的公益目的 就是所謂的社會創新資料庫 SI.taiwan.gob.tv 因為 弄了AI.taiwan之後 我就發現這個網域實在太好了 SEO非常容易 然後除此之外 他也沒有各部門好像 各有其足的那種社會 我這是這個部的網站 這是這個部的網站的問題 他也沒有中央跟地方的問題 所以後來就是我剛好 的一些全國性的政策 我就非常喜歡用 台灣.gob.tv 跟這個網 所以社創這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你可以一次看到 我們有哪些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 或者哪些合作社 或者哪些在全台灣正在解決 哪些關於他的目標的朋友 然後他的章程寫了哪些 他又怎麼樣納入某某契約 那之後如果有哪些 就是需要採購的 或者是需要的解決方案 那這些公司 它是一個現場的一個行務 那他怎麼跟他在地的 像現在台北也好 桃園也好 都要寫自己的地方去發展的 這些指標跟方案 所以他怎麼樣去跟這個 桃園也在地優勢發展智慧城市 要做11 17跟7 有哪些地區的相關組織 以及哪些自然的聯盟等等 這個都可以直接在這個資料簿上面 來進行搜索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去找到 就是跨部門的合作 就不會是無所短 我想我要自己從這個幾萬個就是 迷路裡面去給一個打電話 而是每一個都可以自己先揭露出來說 那我這一年我到底解決哪些人去看目標 是我的focus 所以如果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有串到這個目標的話 那很自然就可以去結盟 那在這個結盟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現在采科法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韓式層級的一個修改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就是以前我們如果在一個解決方案還不確定 我們要去用一個所謂先期規劃的方法 先去找一些service designer 去實際訪談 去做一些smographic study 就是跟大家混手啊 等等這些事情的話 那只有10萬塊可以用 因為你不想要那個公開銷票程序 而且你可能要開很多個 那這種情況下 就只能用所謂的小額 那小額就是10萬 那但是如果你是一個service designer 你也知道10萬 大概做不了什麼事情 那但是我們後來就把這個方法 翻到100萬 那100萬就差很多 等於是說 在任何一個千萬級的案子之前 你都可以先花個100萬 200萬 300萬 去做一次兩次三次的 就是early prototype 去做就是 所謂的需求發現啊 stable their mapping啊等等 但是你還是有很充裕的時間 去當你後面的這個標案要規劃的時候 不會只有你 已經認識的那個上一次的標案 來當作一個第一本 而是用我們用service design 這個discovery的方法 來當作這個第一本 所以我們現在 一直都在給大家 做這個交易訓練 就是我們有所謂的 政府數位服務的準則 就是GDSG 因為我又會找GDSG 可能不會想到 所以 會需要弄一個段落子 Coverment Digital Service 好 那 所以我們 只要用 政府 政府 書位 服務準則 中文的SEO 就好很多 所以現在我們 雙國家還有很多 要同一個部分 anyway 這個 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基本上就是 讓每一個機關 都有一個自行的檢測標 然後呢 你在做任何數位服務的時候呢 不要一下子就跳到 就是 所謂確保服務所需資源 就是要改掉案的情況 你前面還有 四件事情要做啊 就是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做 誰會的軟體 然後接下來 建立跨領域的工作機制 規劃多元的服務管道 然後 進進作業的程序等等 那這邊 我覺得有很好的事情就是 它有很多的個案 所以像我們現在 在那補助庫工 那這些都會變成個案 而且任何機關 他不知道 怎麼樣用採用法 怎麼樣去跟他的 審計講說 我們現在做任何數位的服務 都要按照商業道程去做的話 那他除了有所謂的 常見問題以及 各機關的訓練之外 他後來還有一個 0227 4772 跟一個電子郵件信箱 那他就會直接接到 國發會的一個 就是很專業的一個team 去幫他說服他的主管 去告訴長官說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趨勢 不要阻擋他等等 那當然我們也是在 資訊採購契約裡面 去改了一個 很有趣的規則 就是說以前如果你做一個網站 只有明眼人可以看 但是視障只不能看的話 那這個常常是沒有辦法達到 什麼AA級的那個檢測 然後他就會被disqualify 所以不專業 沒有達到那個專業需求 那我在上任不久之後 我就請工程會 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 他說 就是機器人也是一種盲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用 OpenAPI 就是OS 3 你沒有辦法講 這個JSON 沒有辦法用解构化資料 來表達你的網站上面 能夠跟人互動的一切功能的話 或者如果這個廠商 不是說做不到 是說我要收你三倍的錢 我才做得到的話 表示他不能做API First Design 那的話 那他就是不專業 你就直接刷掉 根本不要進到那個 就是游力標的那個審查委員會 就是一開始在開票的時候 就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服務 不是只有網人可以看 而是機器人也可以看 機器人也是 有人權在在我們就是 那個蘇內亞的那個 就是有貌密權的地方 但是實務上面 我們如果不打開這個的話 那其實大的系統成合廠商 跟新創 永遠都會在一個 一個聯合的一個局面裡面 因為從系統成合商的角度來看 先期的設計或者前端的這些進步 並不是他願意投入資源裡 那個變得太快了 那應該是專門做穩定性等等 那新創 他當然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服務 體驗之類 但是他並沒有那麼多人 專門去做就是HMA 或者是做Legacy System的Migration等等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說 沒有你這個SI 你還是繼續活著 但是我們現在給你一筆錢 然後你不能拒絕 不然就不專業 就是把所有的這個 在網站上面或在你的系統裡面 interactive 的部分 通通都開成API的端口 然後這個API的端口 如果現在有家新創來 把你接一個新的簡端 不管接對話機器人 接VR 接我不知道現在還有什麼 新興的簡端 那這些情況下 你也不能說 Sign down 而且你必須要提供它的API的品質 跟你本身的signability 是一樣的好 那這個形狀的載購 基本上才能有可能去 對新興的業者 對新創 以及對於現有的SI 雙方都覺得說 那我都還是有利可入 不會是一個聯合的一個關係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後面的一個想法 一直都非常簡單 就是我開始 打一下我的部落格的廣告 就是在我們PITES的部落格裡面 前面有一個 應該是下一頁吧 叫平方投票法 與部門資金稅 和這個 那這個是 我本有一個叫做 Len Wild Len Wild就是一個經濟學家 不知道為什麼寫了一本書 叫做 激進市場 然後就吸引了一個叫做 Vitalik的一個 寫城市的傢伙的注意 然後那Vitalik 因為他在以太方社群 他一直想要實驗更多 這個比較公民的機制設計 讓投票像說 EMS啊 這些匯名系統啊 等等 能夠讓大家願意揭露出 你要出的實質的加固 那他的機制設計 就看到了 就是Len Wild的這些貢獻 那Len Wild這些貢獻 他有就是之前 Vitalik啊 或者RXC的這些人 有來台灣 辦一個RXC 台北的一個MIDA 然後他們說 他們的這套機制設計 好比像說 公共自貧稅 就是每一個人 手上有什麼域名 那你就可以自己說 我願意讓出價多少的人 一定可以買個走 那但是 我這個價格的稅率 可能是7% 就是我每個人需要 付出來的維護費用 那這樣子的設計 就會讓人不會高報 因為你如果高報 你要分合稅 也不會低報 因為你低報的話 他就會公平其他被人買走 那這個想法 他們在這邊宣揚的時候 都是說是受到那個 孫仲山博士的影響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 趙家收買 趙家瞌睡 就是 對 就是孫仲山先生的一個思想 那他們延伸這個思想之後 就提出了一個新的投票法 讓每一個投票的每一票的邊際效用 跟他的邊際價值相同 就是所謂的平方投票法 那所以我剛剛講的 所有這些 不管是採購上面的 或者是審計上面的 或者是政策設計上面 大概都是同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要透過 incentive design 或者mechanism design 去確保說 在裡面的mechanism layer 對他來講 去揭露他的真實意圖 都比他瞞著所有人 要來的對他有利 或至少不要對他不利 那當每一個部分 都能夠這樣子設計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用很多 top down的法律 你這個mechanism 本身就會促進市場 去達到一個 就是很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有 參加過總統 每個個總統的投票的話 可能知道說 我們今年就切換 變成了平方的投票法來做 那明年當然也會更加的 就是擴大舉辦這件事情 所謂的平方投票法 就是 也是非常簡單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20強的時候 有 這麼多個案子 就是銀鑼滿目的20個人 去發展公票 那 他是從100多個裡面選出來的 沒有人有時間看100多個 那我們100多個讓大家都可以投票 我們知道說 我們如果一面投票一面投票 的話 那大家就會 這個一直都灌到前兩名上面 大家可能我完工那個 身份證再設計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只有前兩名在那邊標票數 然後其他都沒有人管 那後來有一個就是不是很多票的 最後變成我們這家的身份證 然後大家都覺得被欺騙感情 對 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不希望那個狀況重演 但是二方面 我們又不希望說 就是雖然我們不一面投票 我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 灌票在一個把你引來投票那個人上 然後其他都不看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那你一進來就有99個投票 99點 那你如果99個案子 每一個個頭一票 這樣子你就99點 剛剛花完 但是如果你是被某個案子吸引來的 然後比方說有很多朋友是被 這個FIX台灣吸引來的 陸屏小方城吸引來的 那你就會發現說你即使想要灌票 你給他兩票 你就要花掉四點 三票要總共9點 四票總共要16點 所以你有99點 你怎麼灌 你也只能給他9票 就是81點 然後你還剩18點 剩18點 你也不能再灌第10票 所以怎麼辦呢 大家都不想要浪費票 所以就會去旁邊看有沒有什麼有趣的 然後你看到另外一個有趣的 你就再灌他4票 你還剩2點 那今天因為不想浪費嘛 所以又會再去看另外兩個 那再去看另外兩個過程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好像比本來那個好 9票真的很貴 我就是收一些回 然後每個人就會開始配票 所以這樣的一個觀看 就是什麼 第一個我們確保說 它的多元性能夠達成 就是不會 就是誰有動員力 誰就第一名 然後其他人都是各位數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浪費票數 所以一開始其實灌了9點 我們也看到很多人收回來 可能只有7票 因為7票的話 你們另外一個也可以灌7票 49加49 對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會 對一個東西的偏好 不會是一時性的 而是說你會認證考慮的時候 覺得說 這個真的值得我付這麼多票 那這個就是 就是所謂的經濟設計 它能夠達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外來也會 更多的應用 有很多辦法 台灣人在大量的 由失蹤而是我也沒有說 一大原因就是 新選結構的問題 覺得台灣的新選結構 在15年之內 能夠進步多少 這裡大概有兩個 預設 一個就是說 就是如果你是在現有的產業 現有的就是生態位 現有的這些就是供應鏈 那確實因為台灣就是 有就是全民健保 然後所有的長輩們都 活得非常的健康 也可以活得非常的久 所以這個自然的 這個corporate ladder 就是生的比較慢 因為如果你去別的就是 醫療資源 沒有那麼好的地方的話 就是就是 迭代的速度比較快 那也是台灣的醫療資源 非常好 所以不但長壽 而且都是非常非常魔藥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確實它比較難說 那一下子就變成是 你可以在既有的就是 生態位裡面到一個比較 就是派遍的一個地方 但是 這個並不表示說 這是沒救的 因為 有很多新興的東西 可以出來 那光是 美學能力一件事情 各位應該都很了解 就是 它跟什麼東西結合之後 那個東西就變成一個 不一樣的東西 那變成一個 不一樣的東西之後 其實本來的 那些所謂的 傳統產業的朋友們 那 對待你就是 其實你很年輕喔 那就是一個 夥伴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火技的關係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是你要告訴他怎麼做 就是 年輕人來幫長輩指出方向 那 只要是做到這個形狀 忽然之間你就不受本來的 性子結構的影響 因為對他來講 他成家公司 垮掉 這個成本非常非常高 那他如果能勾投資了一些 讓他有一個正確的掌握的方向 那他付多少都還覺得很便宜 因為不然的話就是會阿瑟麗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如果 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去盡可能的在 這種就是 永續發展的目標 還是要提一下 裡面去找到很多個 互相結合的部分 因為以前的教育 都是所謂的 技能導向教育 大概就是大家傳說啦 我是沒有念高中 在傳說中 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會需要選一個組啊 選什麼特定的類科啊 高中高職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17個裡面 可能就會選一個 然後就開始 比較細的去進去 那當然在工業時代 就是很有道理的 因為 跟大家需要的東西都差不多嘛 但是在 因為熊大力的時代 這個是特別沒有道理的 因為 如果大家都差不多的話 那個部分一定 就是工具員怎麼樣 也補不上類型工具嘛 所以就是 如果教室還成工具員的話 那就是12年之內 很可能他終於學到 很專精了 但是他很專精 認同的那個特殊的技能 其實機器人也學會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我們 現在已經 剛上路的新的課堂 是 強調說 老師絕對不應該 讓小孩做個人跟個人 之間的競爭 不是說大家 畫好跑道 然後在上面比第一名 第二名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 我們不知道這個跑道 繼續跑12年之後 會不會消失 大概很多時候會消失 然後第二個是說 這樣子的話 小孩他就會變成是 然後他的自行 其實是建立在 人跟人之間比較上 可是其實 在進學校前 跟高三畢業之後 其實人跟人之間 比較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是 你怎麼組隊 怎麼打怪 那就是團體跟團體之間 會比較 但人跟人之間不會 所以你要他花12年的時間 學了一個 未來用不到的一個素顏 所以這是沒有什麼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鼓勵大家盡可能的去 自己找到的跑道 然後就 跑到自己要的那個 社會使命 或環境使命 或經濟使命上面去 那這樣的話 你一開始就已經在期望點上 因為沒有別人 跑那個方向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自然認識到 就是對同樣的 人去發明標關心的朋友 那很自然的 不管他在紐西蘭 或他在歐洲 大概美國或怎麼樣 就很容易變成一個學習圈 那有這樣子一個學習圈之後 其實你就非常的融化 就是 一方面 就是任何地方都會 準備好說 如果你覺得今天想要去女士來 那那邊他已經了解他們的貢獻 然後也會給你相當好的待遇 那二方面就不是只有外人 也有對流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們 去了之後 他就挖一團人回來 就是杜伊晴智 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挖一團人回來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某些研究在台灣做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他們的 就是 supply chain 比較 diverse 而且 我們這邊的實驗場 以及二葉大師的狀況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盡量不要把它看作是一個 好像我們要把人關在台灣 這個不是很無聊 對不對 我們也不能禁止大家自由行嗎 那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無名是說 大家如果是需要探索各個不同的領域中間的互相結合的話 在台灣做也很好 也許國外做也很好 然後我們想辦法把這個就業市場 開放到大部分的人來台灣創業 好不然我們把新加坡那個創業就業的金卡 就是整個超過來 市場幾乎一字都沒有改 但是我們唯一改的就是說 人家只有三年 我們三年之後可以去約 再三年 那你到第五年的時候 也許就會想要拿一個雙重國籍 現在所謂 also Taiwanese 就是 你不用放棄本來的國籍 你就可以取得中外國國籍 那這樣子的話 就 我們從認同的角度來看 其實認同台灣 它不一定要是放棄本來的文化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多文化的地方 那而是說大家來然後發現 欸台灣這樣子一個文化 這樣一個就是 大家都有創意 但是不同的立場 還是可以有共同價值 所以這樣一套東西 是大家所認同的 那這樣的話自然就會 願意對台灣去進行貢獻 那這樣子才真的是 把我們本來的產業結構 能夠升級 然後還有無論一套本來的產業結構 新興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也願意讓台灣在這裡面 去看到我們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十五年之內我覺得 兩個關鍵 一個就是我們新的課綱 有沒有很成功的實現 然後以致於 或是新一代的 不管現在小一 國一或者高一的朋友們 他們都可以全世界作為 就是roll map 就是他們自己在規劃的時候 一開始就不是說 我要跟旁邊的同學競爭 而是我要跟全世界 自從到達的朋友們組 對 這個能夠合作到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高等教育 因為我們現在高一的小孩 新課綱三年之後 他就會期待大學爺的這樣子 那大學如果那時候 還沒有這個調整的話 那這個小孩又會覺得 被情編感情 所以我們在三年之內 必須也完成大學的 就是教育的一些調整 我們叫學位授語法已經改了 以前大家都是學系本位 那你如果考進一個學系 覺得過了一兩年 不是很符合我的知趣 你還要考傳系考啊 還需要做一些很麻煩的事情 我聽說到我是沒有念過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現在就是慢慢會變成 學院本位 甚至大學系統本位 所以就變成你進了學校 學了一兩年 然後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就可以應用了 那你透過USR 或透過一些別的方式 真的就去創業 或去幫助一些團體 那你如果到這邊 所謂出社會一兩年之後 發現說我需要一些管理學的能力 你又回學校 但是這個時候選的就是管理學 那再出去一兩年 可能覺得 那我現在要學國貌 那回去之後就是學國貌 那所以最後你拿到這個證書 就不會像以前的那種證書 它比較像什麼 就是你解鎖什麼成就的那個 那個技能書 就是說你在這個學程解鎖 這個學程解鎖 那現在學修語法已經容許說 那你若花了六年這樣子 就是學校是跟你是一個夥伴 而不是你服從特定的學系的國際關係的話 那這個你看你可以qualify說 你做到的社會影響力 就相當於一邊說是論文 那接下來你就拿這個 就可以直接去念博士等等 所以這個團信是已經開放出來 但是只有少數的大學 各位數的大學 目前可以deliver這件事情 那我們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就是如果我們這一次的新科綱 很成功的施行 那過了兩三年之後 大學也能夠很大量 還沒調整到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十五年之後 台灣的薪資結構 就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朋友 都可以自己去discovery 在新的不同的產業狀態底下 大家哪些新的東西會冒出來 然後可以用這個當作基礎 去帶領舊的產業去創成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商號停滯了的話 那確實我們就會像之前一樣 就是卡在這個現有的產業系統裡面 所以這大概是兩個 就是 critical factor 有二十位朋友們說 在新的組織沒有支持下去 以及協力可循的情況下 身為組織中沒有正式對應 指稱的聽力 該怎麼樣協調組織中的成員 以及管理團隊 這個不只聲明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我會建議大家看一本 最近有發生中文的 叫做優行理論 精華之類的 我們確定有發生中文 所以我還是不想說 好 對 有電子數 所以 沒有 來看資本書 它這個 概念 其實非常地簡單 就是 一句話來講 就是說 我們 大部分的時間 如果是去想 過去有哪些潛力可學 那基本上 你就會只看 你想要看到那些部分 因為那些潛力 就是規範出你想要看的部分 那 但是呢 如果你一開始 先不去想 有哪些潛力 把習慣性的那個批判 把它悬掛起來 就是你在你一整天裡面 你是 Team Lead 那你的 Team Member 每一個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價值 什麼東西 但是你只要是在白天 都不要去做評斷 你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感受 他們到底是因爲什麼樣子的原因 那當然後面很多技巧 什麼非暴力溝通之類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慢慢就可以進入一個禁止的時刻 那我自己的習慣是說 我是透過睡眠 來當作那個禁止的時刻 所以我可能在白天聽到 可能就是 經濟部講一套 文化部講一套 教育部講一套 然後每個都陣陣有詞 每個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彼此時間 就是完全無相衝突 那然後就快要換桌了 這個情況 那我會就是 用一些主持技巧 然後確保每個人都知道 我有聽到他們在講什麼 而且我絕對不會做任何批判 也不會做任何才識 我常常開會 這個一開頭就說 我今天不會做任何才識 然後大家說 哇 放一口吃 然後就開始講 那如果他的 就是很多部門 他會他的長官 可能一個組長 或者是一個主任 那他會帶著他的屬下來 那屬下就是 不可以想講話 可是都不太敢講話 那這個樣子呢 我就會開Slide 那開Slide之後 因為大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誰在講話 所以就可以聽到很多真話 所以總之還是有些技巧 然後 但是如果我看到一個人 然後就 就開始批評那個問題 即使他是匿名的 那當然如果有人給我 想法的話 所以就是一開始 就全部收集了 那收集完之後呢 我就在睡前 就是會 把所有email都回完 所有的only focus 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getting things done 所有的embox都清完 清完之後呢 你就會帶著這些 互相衝突的概念睡覺 然後 只要睡足八小時 一醒來就會 有一個叫做結晶化的狀態 就會自然發生 我覺得 然後你出現一個 mechanism design 你只要這個 這邊給他什麼 那邊給他什麼 這邊給他什麼 這個形狀就會變成 是對大家兜面壞處的這個形狀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會說 那這樣 大家是不是能夠認同 這個是共同的價值 就萬事萬事 大家都發現說 這個真的是我們共同的價值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超過三個部門 可能四五個部位 都各自一次很複雜的話 那我時候就會要加班 就是多睡一小時 就是九小時 最複雜的時候 我睡過十小時 那這個時候 一醒來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prototype 就是說 那我就有一個 小規模的試點 我先不管 你在這個沙盒裡面 在這個美客宗裡面 先試著做出來 這樣子一種新的做法 是不是對他都沒有壞處 大家一看到就發現說 原來你真的對他都沒有壞處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自己覺得說 那是我當年的意見 形成的嗎 不是這個 打紅下的命令嗎 那所以 這個時候 他的白影就會 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們最常用的 這個可能是大家都 都很常用的 就是service design 最基本的 就是user journey 就是某一件事情 如果有各方的人都不滿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 把所有的不滿 都收到同樣的地方 然後去做共同的價值 這個不滿是 這個兩年前 這也具體案例 就是 有一位叫卓志遠的同學 在這個兩年前的5月1號 因為報稅很困難的關係 那為什麼很困難 因為oracle當年 把java app 停用了 那停用之後呢 那你就會 如果用mac 報稅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個 安裝元件中 請稍後的這個畫面 那因為safari 又擋掉那個pop 就是你的java fw 請用的那個提醒 也擋住了 所以據說像我們 黃國昌委員 就在電腦前面看了 三個小時 什麼事都沒有發行 不知道請稍後多講 那當然 報稅本來就 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然後又這個非常困難的 這個圓件安裝 要跳過什麼安全性警示啊 什麼的過程 所以其實沒有人enjoy 那所以他就在提點子上面 提了一個案子 叫做爆水癌碟要爆炸 那嚴格來講 這個不像 恭喜你應該要慶祝我們村清場 這並不是一個點子 這個就是純粹的負能量 然後 我沒有把那個內文秀出來 內文的東西 這個非常純 這是非常純的負能量 那所以 我們當時解決方法 也非常簡單 因為在那邊 我們留言板上面 已經發成 都在說財政部長下台 這個官貿網路 官上勾結 然後貼一個表情包啊 什麼東西 然後那 只有不到兩成的人 弱弱的在說 我們那個報稅很順啊 但是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這個風向 就已經壞掉了 所以 當時我們因為說 每個部會都有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好像 國會聯絡人是一個 立委 新聞聯絡人是一個媒體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專門跟這些 就已經快要上街 有型的朋友們 進行溝通 所以像這位是楊金恒 是當時才政府的理由 因為我都答應說 就是每一場演講 至少開來一個 就是職業公務員 所以表示快點有share 他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在這邊po說 所有在上面 罵我們財政部 要我們財政部 批評指教的朋友 我們都邀請大家 兩個禮拜之後 來財政部 我們一起設計 明年的冒雪的體驗 然後我就在底下 馬上推文說 我是唐鳳他講的指證人 那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馬上風向就逆轉 到我們開會的時候 已經八成都在提出 非常有建設性的 推定指教 只有不到兩千人 還在說 財政部長下台金量 就是單純一個 就是會炒的 你不是給他糖吃 是邀他到廚房 一起炒糖吃 就是恐怖變火怖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這位 這個卓士研究先生 然後 Transtall他是一個 互動設計師 所謂誰在乎誰痛苦 就是他最在乎最痛苦 因為他平常看什麼 字的什麼呈現啊 那些什麼行劇啊 什麼有一點點不對 就已經温身不舒服了 那更何況是暴雪軟體 所以就是 就是大爆炸 所以他就 貢獻他那設計的能量 那所有在網路上面 曾經連輸過的朋友們 也看著直播 透過Slido 提出很多洗版的意見 那但是 透過user journey 有一個很大的難處 就是說 其實你沒有辦法洗版 如果烏海人都說 等待時間長 那就是一張便利點 就是等待時間長 它沒有別的 就是我們 紅軸是服務流程開始前 暴稅中暴稅後 那使用者有哪些行動 哪些需求 遇到什麼問題 有什麼情緒 有什麼解決方法 所以你用這樣子的方法 做Mapping的話 才能夠做到 優先理論上面所說的結晶化 不然你光是一副洗版 就已經飽了 根本不可能去做結晶化 那在這裡面 因為我也遲到時間到了 所以大概有一個訣竅 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 如果你在實際跟 就是你的user 做這種討論的時候 尤其是像 我們在公務門 碰到都是充滿激情的 可能接下來 就要佔領個user 那這種時候 他們只要在網路上面 貼什麼字 好像有位朋友說 自暴度 那你就要貼自暴度 但這個是非常違反 我們文物人員的 那個腦裡的 就是 夾燈礦士的那個filter 就是他們已經養成 這種習慣就是 如果成情人 只要寫自暴度 他寫給長官 馬上就變成文字燒錢 榮墜 然後 長官再寫上去 就會變成更文言 但是我沒有在直播 所以如果 人家貼自暴度 把你貼文字燒錢榮墜 但你馬上就得罪了網友 因為網友就會覺得 你沒有站在我這邊 所以自暴度就是自暴度 然後 然後 華麗刀讓人迷惘 就是華麗刀讓人迷惘 你可以把金看號拿掉 那你不能把刺拿掉 那甚至在兩年前 就是你報稅報到結算 還是還沒有真的上傳 還沒有真的這個 腳欠的時候 兩年前會有一個 國稅局五區吉祥五媒區 還不一樣喔 跳上跳下一個娃娃 所以感謝你 對國家的貢獻就看好 而且還要等一秒鐘 然後它才會關掉 就顯然是想要 你心情好一點 那 但是就是 大家平常看到可能覺得很可愛 那報稅到一半看到 所有人在做就是 Useability Study的時候 大家都說就是 只是很想詐騙 那所以 有個朋友說 使用者的情緒這一來 他就挑戰我們的Design Brief 他們就說 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能 所以不要做任何事 讓我們心情好 所謂痛快 痛了就快一點 快點結束心情就太好了 就是不要再做這種 就是無藥的設計 那但是我們全部 鐵丸 就是為Mess 就是一團混亂 但是就這麼多而已 所以 我們接下來的思想工作坊裡面 每一個罵得最凶 就是最酸的朋友 就是右下角的這些人 然後 被他們酸得最嚴重的 就是國稅局跟官貿 大家就 會坐在同一張桌子上面 然後開始畫 現狀圖 Wireframe 那大家畫一畫 其實見面三分請 你根本罵不下去 所以就只好開始畫東西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作為一個聽力 最重要就是 維持住 所有人都覺得他很有貢獻的角色 就是即使他沒有辦法跟到最後 至少他當年有貢獻 你將會變零天 那這個 你要給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最後有這個新的東西 出現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 去年 Mac跟Linux開始用 那 Google Ray就是6% 今年Windows也開始用 不用借Mac了 所以 Google Ray好像就是這樣之類的 反正很多了 那 但是為什麼Approverer這麼高 其實不是因為這個design特別漂亮 這個design 我們只要砸錢 一定做得出來 而是說 這裡面有可能五六千人 都覺得 我當年有貢獻至少一張便利貼 結果他說 你把一個廟蓋好 然後就是上面有他的名字 只要找到這個回廊 第幾塊磚 上面就有寫他的名字 那這個時候 他覺得這個廟是我的 所以 他很明確地在運行的這個層次上面 他就會覺得說是我的運行 這是我的東西 所以一個新的design 不可能做人滿意 可是我們這是第一次公務門用的design 但是有非常多的職工朋友 他不會覺得自己是職工 他覺得他是設計師 很多的設計師朋友說 那這個是我幫忙設計出來的 不是我身體上有接生的嗎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會去說服他的家人 教導他的家人 甚至在Facebook在VDD上 主動地去分享說 你卡關了要怎麼解決 因為他覺得說這有他的一份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很dynamic的team lead 流行理論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一開始的那個評判 就是你之前的成功的經驗 或實在經驗 都不用去管 先不用去管 先確定在第一個單元的時候 你要把足夠多人的實際感受收往進來 收往進來之後 你也不要覺得都是你英明神 沒有什麼英明神 你只是幫忙大家找到共同的價值 那最後大家開始做出東西來的時候 你要讓大家都覺得語有容顏 就是說這是我們一起做的 那你只是一個 好像收容大家價值的 一個俗成者的這個角色 那這這樣子的情況下 不管你的就是teammate 有多麼爆炸的意見 有多麼這個強烈的情緒 有多麼這個不可退讓的體現 像我們這位做志願提案人 那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這個負能量 就會變成你的團隊的這個發電的這個能量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想法 那這個對於內部厲害的關係 當然是非常問 但是對於外部的利益關係 就是你的client 然後你的supplier等等 其實用類似這樣的方法來溝通 很快你就會發現說 大部分的事情都不用你自己做 因為你最後推出來這個共同價值 大家因為都認同了 所以不管你在或者你不在 大家都可以自己這樣運行下去 那這個也是我現在在行政院 所謂內部主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都不是因為搞通想要怎麼暫時 而是經過這樣的空間的對話之後 大家自己發現 包含財政部也自己發現說 欸透過這樣的發現設計出來的東西 真的比較切合大家的需求 那這個才是我覺得 有預先的原因 還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真的可用的一部分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會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呃 大家今天的問題 都讓我見識到非常的有深度 讓我非常訝異 那 之後我們會把今天的直播影片 都放在網路上 那再 請大家可以回去再回規一下 那我們今天再謝謝 然後共同朋友來 我們今天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